男友突然在女人面前变成了一只章鱼 无数条触角缠绕在女人身上 可女人却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触手在女人面前显得很听话 殊不知男友完全无法操控这些触角 总会有不听话的触角 摆不掉剑洞就钻的坏毛病 仿佛有很多手在抚摸自己的皮肤一样 女人顿时感觉到非常羞涩 奈何从小就有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对男人毫无兴趣 反而对毛茸茸的情有独钟 可父母催婚就像催命一样 无奈之下女人只好硬着头皮去相亲 可每一次都是失败的结局 为了学习如何与男人相处 她成了男公关万顺的头牌常客 相亲失败的时候都会对万顺吐露心声 如今她只想赶快找个差不多的男人回去交差 可能是自己的精神出了问题 反正不管怎么努力就是对男人不来电 女人突然让万顺把手伸过来 接着在万顺的手上狠狠地掐了一下 万顺红着脸询问女人似乎喜欢这种小动作 虽然并不会造成伤害 反而让人有点小舒服 若能帮你舒缓心情 那就请您继续吧 当晚万顺把喝醉的女人带到酒店 可女人却紧紧抱住万顺不肯让她走 无奈之下万顺只好来个惊蝉脱鞘 如果再不走可能就要失控了 下一秒头上涨出了两个兽脚 女人兴奋地一顿乱摸 却发现万顺在一阵嘶吼中变成了狼人 可女人不仅不害怕 反而毛茸茸的触感令她十分陶醉 这让狼人白茸茸的毛发上多了一丝羞虹 醉醺醺的女人以为自己在做梦 当即起身将狼人压在身下 接着一口咬在了狼耳上 她早就想近距离观察这种生物了 看起来似乎很好吃的样子 牙齿也很锋利 和人类的构造确实有着天壤之比 这让女人的内心更加兴奋 低头在狼头的鼻子上亲了一口 然而狼人却阻止了女人的动作 因为亲吻这种是只能对喜欢的人做 自己并不值得女人这么做 第二天醒来时 女人只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怎么会有人变成动物那么离谱的事呢 可那毛茸茸的触感又是那么的真实 当晚女人再一次来到公馆找到万顺 好久不见了 毛茸茸的万先生 万顺当即一乱 明明都看到自己变成了怪物 他怎么还敢来啊 他从出生起身体就和常人不同 更是无法通过体检进入学校 长大后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 三个月前来到这家公馆 可英俊的外表经常无意间抢走同事的客户 以至于受到公馆所有人的排挤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小富婆韩珠 听到韩珠称呼自己毛茸茸先生 万顺连忙解释昨天是他在做梦 韩珠却说今天需要找一个隐蔽的位置 因为待会的谈话被别人听见不太好 他可是刚一下班就跑来了这里 主要担心万顺会人间蒸发 万顺表示不会这样做 毕竟离开这里自己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万先生很缺钱吗 算是吧 想早点赚够退休金 文言 韩珠当即表示想和万顺做一笔生意 接着拿出一份假男友合约 既然你需要钱 而我又需要一个假男友堵住家人的嘴 干脆签下这份合约各取所需 万顺表示为什么选择自己 难道看到自己变成怪物不害怕吗 韩珠认真的想了想 大概是因为我喜欢毛茸茸的东西吧 尽管放心吧 只要你签下合约 变成野兽的是我会替你一只宝 但是在你变身的时候可不能瞒着我 接着在万顺的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 你若是拒绝 就当这是我最后放纵的福利吧 以后我也不会再来纠缠你 毕竟死缠烂打可不是我韩珠的风格 可万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这让韩珠有些惊讶 毕竟万顺在这里坐着头牌的位置 每小时的薪资本来就很高 既然这么干脆就答应了自己的要求 或许他真的很需要钱吧 看了看万顺签下的简历 比自己小两岁 不算有代沟 你需要做的就是用男朋友的态度对待我 努力把我带入恋爱的氛围中 但自己白天需要工作 晚上才会有时间 如此一来 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只能是休息日 然而万顺变成野兽的时间也是在休息日 变化期间的形象与其说是野兽 不如说是怪物更贴切 可韩珠却说没关系 毕竟自己也算不上什么正常人 比起人类而言 自己更喜欢怪物 毕竟从小到大只对狗狗动过心 可万顺只觉得他在胡说八道 毕竟那晚变身的时候女人喝得最熏熏的 韩珠当即抬起万顺的下巴 如果真觉得那晚我是因为喝了酒才不害怕 万先生完全可以现在就变化 看我究竟害不害怕 万顺刚想说自己还没到变化的时间 却感觉身体突然间不受控制 明明昨晚才变身过 为什么这么快就有了变身的反应 万顺连忙起身要走 韩珠以为万顺突然间要毁约 便一把拽住万顺的胳膊 等等 我们还有些东西没有弹好 怎料万顺一把将他的手甩开 剩下的事以后再说 下一秒感觉自己的双腿瞬间膨胀 紧接着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韩珠便发现万顺的脚下有无数条触角在蠕动 刚想走上前查看 却被万顺连忙阻止 他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又发生了变化 但是变成怪物后 他也不敢保证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意识 只听喷的一声 触角像是着了膜一样瞬间膨胀 腰间上的皮带被绷得四分五裂 连忙提醒韩珠赶快离开 这个形态可是从没有出现的 现在的身体和意识还不能完全适应 毕竟肢体分成了太多条 自己已经无法控制 可下一秒触角缠在了韩珠的脚上 万顺竭尽全力想要拉回触角 可触角似乎对韩珠并没有恶意 反而有种享受被抚摸的感觉 狠狠捏了一下触角 万顺顿时有种神经触电般的感觉 触角也更加对韩珠摆一摆顺 片刻后 韩珠将万顺扶到床边 询问万顺这种形态会持续多久 万顺说每一次变异都会维持一天 但不确定这次会折腾到什么时候 所以麻烦韩珠小姐早点回去休息 可韩珠却不可回去 这刚好是证明自己不害怕怪物的好机会 更何况情侣之间要相互照顾 否则难以达到情侣之间的默契 接着转身去给房间续租 却发现触角死死缠着自己 那个能不能松开一下 万顺一脸无辜 别看我 我也没有办法 韩珠用力挣脱也无计可施 只好跟触角做起了谈判 要是先放我走 一会回来随便你们怎么缠 想缠想卷还是要摸摸都可以 触角像小动物一样思考了一番 接着松开了缠绕在韩珠身上的触角 韩珠顿时乐开了花 原来像小狗狗一样可以交流 万顺汉言 触角往常需要躁动好久 如今竟然这么听她的话 还对着韩珠比了个大大的爱心 难道他们真的可以沟通吗 万顺试着让触角停下来 却发现触角完全不听自己的事 去完房租的韩珠决定和万顺住在一个房间 毕竟刚才答应了那些小家伙 自己可从来不食言 更何况合约里写了杜绝某些特殊的行为 违约者赔付巨额财产 相信万先生不会强迫自己那么多 听着韩珠洗澡的声音 触角疯狂地对着卫生间扭动 万顺想按都按不住 洗完澡的韩珠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没想到这么快就睡着了 刚才明明还在被触角纠缠 万顺露出一抹微笑 小时候的记忆缓缓浮现 原来 18年前万顺醒来时发现韩珠趴在自己身上 本以为他是新手来的实验素材 可韩珠却说他是翻墙过来的 翻越这么高的围墙你是怎么做到的 却突然意识到不能让人类知道自己会说话 连忙汪汪发出两声狗叫 韩珠表示现在学狗叫已经晚了 万顺劝他赶紧离开 被研究院的人抓到会很危险 韩珠说外面写的是儿童福利院 而且自己暂时逃家不想回去 说罢便想对着毛茸茸的万顺贴贴 万顺连忙向后躲闪 这里关的都是每天打针吃药的怪物 并且表示自己也是怪物 说不定马上就把你吃掉 万顺必须把他吓走 不然自己会被那些叔叔阿姨切来切去 可韩珠不仅不害怕 反而伸出小手和他积了的掌 正当怀疑对方想要干什么的时候 下一秒就被韩珠反手一个过肩摔 然后微笑地伸出手 我很厉害吧 才不会被怪物吃掉 所以你不必担心会伤害到我 那一刻 身为变异人的万顺第一次有了朋友 即便韩珠早已失去了当初的记忆 他也从未害怕过自己 只不过如今自己丧失了陪伴他的资格 第二天醒来时 韩珠发现自己的身体根本无法动态 感觉被子里面滑溜溜的 撩开被子一看 竟发现万顺的触角盘在自己身上 韩珠抓住触角让他快点松开 钻就衣服里滑溜溜的很不舒服 可触角纹丝不动不肯松开 就在这时 万顺迷迷糊糊睡醒 韩珠显得有些为难 昨天触角还听自己的话 今天突然变得不乖了 万顺咕噜咽咽了一口口水 触角的感觉传到他的神经上了 下一秒触角把韩珠五花大绑定在床头上 万顺不敢看向韩珠 只要自己乱想 触角就会疯狂地蠕动 但经过一夜时间的同步 大概能分辨出每条触角的动向 万顺希望韩珠给自己一点时间 一般情况下变异的时间 逐渐和身体产生适配 只不过需要一点点连通自己的思维 万顺努力连通并控制每条触手的感知 然而触角也是万顺身体的一部分 感觉就像自己的手在抚摸韩珠皮肤一般 韩珠红着脸极力忍耐着不发出声音 因为他们钻到不太妙的地方去了 虽说假装情侣难免会有一些身体解除 可这种方式是太过羞耻了些 也没办法用力撕扯触角 担心那样做会让万顺受伤 此时还剩下最后一只不听话的触角 触角在韩珠面前晃来晃去 下一秒突然发起攻击 在韩珠脸上巴基亲了一口 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缩了回去 韩珠抱着有来有往的态度 对着触角巴基一口回了个领 万顺顿时心脏加速满脸通火 连忙将触手从韩珠的身上收回 再一次恢复到了人类的模样 万顺这才松了一口气 自从出生起就没发生过突然恢复的情况 似乎不管变异提前还是变异突然停止 都会韩珠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两人始终想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 第二天韩珠去上班 内心止不住的窃喜 世界上真有会变化的人 突然公司员工打断了他的美好回忆 说韩珠的母亲来探班了 韩珠连忙推开办公室的门 你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说一声 视察公司这种事必须要突然 不然怎么抓到睡过头的董事长 韩珠尴尬的挠了挠头 只会有个朋友身体出了点小问题而已 却不小心露出了被触角缠绕的勒痕 你手腕上怎么会有伤口 接着一把挽起了女儿的袖子 韩珠顿时亚麻呆住了 这雷痕该不会是万顺触角搞的吧 老妈顿时火冒三丈 究竟是谁做的 敢动我韩家的女儿 韩珠不知道该如何跟母亲解释 触角的勒痕不太像人类物品造成 万一母亲叫医生来验伤可就麻烦了 当即表示这是自愿留下的勒痕 你女儿对那种捆绑鞭打之类的事比较感兴趣 最近交了个男朋友 昨晚正好跟她试了一下 除了捆绑什么都不做的那种 老妈顿时亚麻呆住了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女儿吗 韩珠连忙摆手缓解尴尬 表示自己试过了之后感觉很 发现自己还是正常人 便立马叫停了 老妈问她说的是不是都是真的 韩珠连忙点头 我是个正常人 还交到了男朋友 老妈您就不用再催婚了 要是不放心的话 过段时间带回家给您看看 怎料老妈竟说下周就见面 因为下周立家举办酒会 既然你交了男朋友 那就带过去给他们看看 证明我韩家的女儿一点也不差 那里老太太一直说 她的儿子有多优秀 看她能不能这么快找到女朋友 韩珠有些崩溃 难道只有带着男人去 才能证明自己不差吗 为了让万顺答应自己参加酒会 韩珠提出付她三倍的价格 万顺说晚上可以 但绝不能是凌晨 韩珠想了想的确有些麻烦 上次万顺变成狼的时间 刚好是星期四凌晨 万顺说如果 韩珠是真心想和自己扮演情侣 那是不是应该有个情侣之间的称呼 现在两人称呼对方 韩小姐和万先生 韩珠感慨万顺真不愧是感情专家 那就称呼你万顺或者男朋友吧 你也给我起个好听的昵称吧 万顺想了想 既然如此 那我可以叫你小竹吗 韩珠认为当然可以 而且这名字也很普通 看着万顺近在咫尺的脸 韩珠的大海里顿时涌现出熟悉的记忆 似乎小时候曾和一只狗成为了好朋友 而那只狗对自己的称呼也叫小竹 殊不知那只狗正是面前的万顺 而他的合约假男友不仅会变狼和张妮 还会变成更加毛茸茸的大白熊 假男友竟变成一只八爪鱼缠住女人的身体 可男友却无法控制这么多的触手 导致女人的身体到处都是触角的勒狠 为了不让老妈担心 女人谎称自己喜欢捆绑和鞭策的游戏 最近刚交了个男朋友刚好做了次实验 老妈便借机提出见一见未来的女婿 为了把假情侣演到天衣无缝 两人给彼此娶了个情侣之间的爱称 可万顺给自己娶的名字 竟让寒朱想起了小时候的日子 小时候总是喜欢在院子里玩 因为院子里有条特别可爱的狗 突然间万顺的双手不由自主的用力 寒朱小姐小时候一定非常受欢迎吧 为什么偏偏记得一只狗呢 还是说那只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寒朱表示小时候家里只重视哥哥 反而只想把他送出去当同养戏 而那只只会摇着尾巴汪汪叫的狗 就成了唯一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所以寒朱非常喜欢他 万顺这才明白 寒朱的记忆的确被篡改了 他不记得万顺在幼狼时期和自己说过话 那段记忆被他当成了人和宠物的普通相处 所以万顺希望他永远不要恢复那段记忆 第二天 两人亲密无间地参加丽家的酒会 寒朱老妈见未来女婿这么帅气 当即乐开了花 寒朱也是第一次看见万顺笑得那么开心 顿时感觉心跳加速 连忙指着远处的前相亲对象转移话题 得知两人是青梅竹马 万顺想去了小时候寒朱和自己说的话 似乎那个青梅竹马小时候总是欺负他 喜欢带裙跟班地跑去说他坏话 还撕扯他的头发撕烂他的课本 小时候的万顺听了一阵伤感 自己生来就会变成怪物 所以才会被父母抛弃在这里大院里 文言 寒朱顿时来了兴趣 你有父母 难道你是人类 万顺说自从一颗外星陨石坠落后 地球就出现了极少数的变异人类 他们天生身体形态不稳定 可以变成任何生物或者非生物 文言 寒朱希望万顺可以变成人类给自己看看 下一秒小万顺的狼脸慢慢消散 请客间变成了一个呆萌的小男孩 寒朱简直惊呆了 你长得好可爱啊 还有白蓉蓉的头发 如果我的青梅竹马是万顺的话 那该有多好呀 就在这时 寒朱的声音把万顺拉回了现实 今晚的任务是让我妈确定咱俩恋爱的事实 还有那个小子非常难搞 要是被他针对了会很麻烦 要是他找上来就交给我处理 殊不知男人早就注意到了自己 那鬼鬼祟祟在万顺耳边说话的模样 不禁让男人皱起了眉头 当即端着酒杯走了过去 好久不见了寒朱小姐 可否赏的脸一起聊聊 寒朱连忙摆手 表示两人的关系太过微妙 还是保持距离的好 男人尴尬的笑了笑 接着询问寒朱旁边的这位是谁 还没等寒朱开口 万顺直接挡在了寒朱面前 我是谁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寒朱还没吃晚饭 只能暂时适配了 寒朱顿时内心窃喜 万顺果然是专业的 这个举动一定让人觉得 这是男友吃醋的表现 而且母亲的眼神也不错 应该对这个假女婿十分满意 接着可两声打破僵局 然后当着男人的面 碗上了万顺的手 我们去旁边转一转 就先不打扰你了 可下一秒男人突然伸出手臂 却被万顺一把抓住 请问丽公子还有别的事吗 男人面色阴沉 寒朱你还真是和小时候 一样不懂得变动 一直这副模样简直不讨喜 小时候男人曾被寒朱一顿胖走 这么多年似乎寒朱 从未把自己放在眼里 片刻后 万顺的表现让寒朱十分高兴 母亲也很满意 心里的没搞什么幺蛾子 待会就可以回家了 而且必须要赶在凌晨之前离开 否则万顺不知道又要变成什么 就在这时 一名帅气的姐姐走了过来 她是像是集团的继承人向天哥 一见面寒朱就喜欢得不得了 真是太帅气的小姐姐 向天哥想让寒朱 帮自己定制一款特殊的戒指 因为她准备跟男友求婚 寒朱顿时投去羡慕的眼神 女方对男方求婚还真是少见 向天哥想定制很多个直径 从一毫米到五厘米同比缩小的男款戒指 寒朱一脸疑惑 搞那么多干啥 难不成有很多男朋友吗 可向天哥正是不喜欢被别人问来问去 才没有选择亲自去购买 毕竟每个人多多少少有些小秘密 寒朱便当场答应下来 与此同时 男人找到孤单单的万顺 询问他离开寒朱需要什么条件 倒也不是学电视里恶婆婆用钱打个人 只是感觉你很需要钱 你身为一名调酒师 一定想拥有一家自己的店铺吧 只要你愿意离开寒朱 我会立刻转让一家店铺给你 可万顺冷冷地看着他 你的一间店铺 怎么可能比得上整个寒家 我若是接受了鸡的条件 最多只能得到一间店铺 若是我得到了寒朱小姐 那我便是寒家未来的姑爷 想让我离开寒朱 那你必须拿出比寒家还要有价值的东西 文言 男人被万顺的气场吓得连连后退 没想到这家伙的野心这么大 就在这时 寒朱刚好回来 男人当即从口袋里拿出录音机 听到了吗 这个男人根本就是在窥探你的财产 然而寒朱仿佛没听见一般 淡定地挽上了万顺的手 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 男人顿时摸不着头脑 你刚才没听明白吗 他只是在利用你 寒朱停下脚步一脸严肃 你的手伸的也太长了吧 我们家的是你哨鬼 片刻后 万顺开车送寒朱回家 忍不住询问寒朱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我可是对寒家动了歪脑筋 利用你的关系好伤胃 寒朱淡定地询问万顺真这么想吗 轻轻松松就能得到巨额财产 这是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梦想 可寒朱并没觉得万顺对寒家财产感兴趣 反之询问万顺 如果我真想用钱买你的婚姻 你愿意吗 万顺瞬间压麻呆住了 怎么会不愿意 感情哪有钱之当呢 自己小时候真是因为寒家出钱的缘门 才导致自己被卖到了研究所 突然间 寒朱发现万顺变异的时间提前了 然而万顺这次又会变成什么动物呢 假男友竟然变成了一只大白熊 可这毛茸茸的东西反而令你又异常兴奋 当即扑上去一顿猛吸 假男友紧闭双眼不敢说话 毕竟现在的姿势让大白熊男友十分尴尬 然而女友的好奇心爆棚 很想看看变成大白熊的男友是公的还是母 下一秒便掀开大白熊的后腿查看一番 哇塞 屁屁好圆 原来 万顺在送寒朱回家的过程突然提前变异 寒朱当即钻进小盒子里 抱着万顺撒腿就往家里跑 就连小区的门卫都没看清赏过去的是什么东西 回到家中的寒朱早已累得气喘吁吁 这边的小区是封闭式管理 一般不会有人来 连忙打开毛毯让万顺掀出来 竟发现万顺变成了一只毛茸茸的大白熊 嘴巴里嗷嗷直叫还不能说话 看来这种形态没办法说话 那给他吃什么呢 难道吃生肉吗 还是不加调料那种 气得万顺嗷嗷直叫 瞧瞧这说的是人话吗 寒朱开心的表示只是开个玩笑 不过在家里可不能到处乱撒尿 其他的事等到恢复身体后再说 看着寒朱家里摆满了玩具狗狗 万顺不禁感慨这家伙这么喜欢狗狗吗 寒朱连忙提醒他别乱咬娃娃 而且今晚你只能睡在客房 因为客房里里都是两米五的大床 这大白熊的身体应该能躺下 可大白熊摇摇头表示反抗 接着举起爪子表示自己会压坏床 寒朱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是说我安排的太好了 那明早就买个刺身或者三文鱼吃吧 现在就得去预约 不然的话太早送不过来 说罢便拿起电话提前预定 万顺有些绝望 自己完全可以吃人类的食物 看着两米五的大床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床肯定是没办法睡了 只能在家缝中挤一挤 奈何自己的身体太大挤不进去 自己果然又给寒朱添麻烦了 再这样下去迟早会伤害到寒朱 记得小时候自己发狂掐住寒朱的脖子 对着寒朱拳打脚踢 寒朱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完全不明白万顺为什么我突然发脾气 因为万顺觉得寒朱接近自己别有目的 他才不相信寒朱只是对自己有好感 因为都是寒家出钱支持实验研究的缘故 导致自己被注射那么多药物 如果不是寒家 他根本不会承受那么大的痛苦 寒朱心痛地看着歇斯底里的万顺 杀掉我可以让你好受些吗 可万顺从没想过伤害寒朱 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何这么痛苦 他不讨厌寒朱 同时也不想让寒朱讨厌自己 寒朱轻轻拍了拍万顺 那绝美的容颜笑得那么缠岸 这样吧 我帮你逃出去 与此同时 寒朱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自己陷入无尽的深渊 只有父亲让他乖乖服从命令的话 寒朱瞬间从噩梦中惊醒 最近总是做些被怪物缠上的噩梦 连自己都感觉到很奇怪 突然间踩到了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原来是大白熊躺在门口呼呼大睡 睡得别提有多死 怎么踩都踩不行 只好绕过大白熊去倒水 可说起来也很奇怪 看来是自己多想了 不能把对小狗的感情架接到万顺身上 毕竟万顺答应做自己的假男友 只是为了钱 应该不会真的喜欢我 可这毛茸茸软乎乎的东西 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越想越上头 就算两人之间没有情感 但他也是只毛茸茸的大白熊啊 毕竟北极熊那么罕见 当即扑上去一个劲的贴贴 万顺不敢睁开眼睛 毕竟两人的处境十分尴尬 干脆直接装睡 等他玩腻了自然会离开 可韩珠好奇心实在太重 万顺变成大白熊应该没穿衣服 真想知道他是公的还是母的 大白熊一听瞬间猛了 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 韩珠已经将自己的后腿掀开 哇塞 好圆的屁屁 手感也很特别 捏得大白熊白嫩的毛发上 多了一丝红润 这家伙是魔鬼吗 还真把我当动物了不成 再这样下去也不太妙啊 当即把韩珠压在了身下 韩珠还以为万顺醒了 便小声喊了一声万顺 见大白熊还在呼呼大睡 便以为他只是翻个身 大白熊用双掌把韩珠牢牢捆 这样他就不会打下三路的主意 毛茸茸的触感顿时惹得韩珠一阵困意 片刻间便在大白熊温暖的怀里睡着了 嘴里迷迷糊糊说了句喜欢你 万顺顿时来了精神 你把话说清楚 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可韩珠睡得像头猪 哪里还能听见自己说的话 然而下一秒万顺变回了人类的样子 不知从何起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受控制来回变化的感觉 假男友竟然在女友面前变成了大白熊 可女友不仅不害怕 反而好奇大白熊是公的还是母的 那种毛茸茸的触感让他简直无法自拔 仅需三秒就趴在大白熊怀里睡着了 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假男友万顺也变回了人类的模样 看来跟他变成章鱼的时候一样 来得快去的也快 或许只要万顺变异提前 变异的时间也会跟着缩短 万顺亲自下厨做了一条很大的三文鱼 人类身体吃不下太多 就自作主张借用厨房切除了一点 言语中布满了温柔 中午有什么想吃的菜单吗 寒猪瞬间开心至极 万顺居然这么贤惠 是打算给我做爱心便当吗 万顺表示自己上午没有事 做好饭就会帮他送到公司去 这种新鲜的鱼放久了口感会变得不好 寒猪瞬间来了兴趣 超怀念在家开伙的日子 万顺现在真是太好了 真想把你取过门 这句话瞬间把万顺带回了小时候 小时候寒猪总是给自己带吃的 寒猪让他吃慢点 没人跟他抢 可万顺自从出生以来 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以至于连同寒猪的那一份 也被自己吃光了 寒猪打开包裹 里面装满了各种好吃又可爱的点心 还特意让厨房做了个灰色的狗狗 可不管怎么努力 都无法做得像万顺一样又圆又可爱 万顺当即明白这是特意给自己做的 反倒是颜色的确有点像 寒猪连忙表示肯定不好吃干脆别吃了 万顺一听就急了 顿时扑了上去 终于拿到了我的专属狗狗点心了 寒猪担心点心的味道万顺不行 便直接掀下手围墙 一口咬在了灰色的狗狗点心上 这下点心沾到我的口水了 万顺总不会抢着吃了吧 然而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点心真的太难吃了 一股胡味幸亏没被万顺吃到 万顺表示自己才不会嫌弃 当即一口咬了上去 两人四目相对仿佛时间停歇了很久 吓得寒猪连忙后退 你想做什么 没有结婚打算的男孩不能亲亲女孩 否则会嫁不出去了 万顺呆萌的想了想 那你嫁给我不就可以了吗 等到离开这里后我就来娶你 寒猪愣住了 万顺可以代表父亲安排的人和我结婚吗 那我们一言为定 寒猪内心生起一丝暖意 此刻的他感觉到了真正的幸福 虽然很早就定下了约定 只可惜最终万顺还是背叛了他 第二天一早 向天哥找到寒猪查看设计的戒指款式 同时希望可以在上面雕刻男友的名字 突然间向天哥的男友打来电话 寒猪听见铃声压麻呆住了 居然用男友的声音当铃声 男友说他现在就在楼下 向天哥连忙挂断电话 说要马上下楼亲自迎接他 向天哥尴尬地表示 手机被男友装了情侣定位 现在蹲在楼下查岗了 希望待会可以假装姐妹聚会的模样骗骗他 因为这个戒指是他给男友准备的惊喜 寒猪简直不敢相信 这什么奇葩男友定位加查岗 还要亲自上来查 男友上来后情绪瞬间绷不住 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这段时间的行动轨迹太奇怪了 整天徘徊在各大商场 却连一件东西都没买回家 向天哥解释自己只是和朋友逛逛街 这是我的好闺蜜寒猪 可男人并不相信向天哥的规划 自己的女朋友从来不喜欢逛街 更不喜欢和别人站在一起 除非是向天哥喜欢上了寒猪 寒猪彻底猛圈了 我俩都是女生 你想多了吧 可男人却说同性之间也会产生情感 肯定是向天哥厌倦了自己才会选择出口 七年之痒原来这么痛苦 如果自己哪里不对一定会改 看来我就是个一无是处的男人 寒猪无语 这男人开始自言自语 下一秒男人扑通一声跪在女友面前 天哥 求求你别离开我 没有你我该怎么活呀天哥 向天哥宠溺的摸了摸男友的脑袋 示意寒猪别被男友吓到 他情绪总是这么反复无常 但他绝对不会伤害别人 寒猪摆手表示不会介意 只是没想到向天哥喜欢这种类型 向天哥笑了笑 什么类型不类型的 只是突然有一天发现这个人挺好的 文言 寒猪只好解释自己跟向天哥只是普通朋友 然后装作一副羞涩的表情 说是自己想给男朋友挑选生日礼物 拿不定主意才会找向天哥帮忙 文言 男人顿时喜笑言态 如此一来 甚好甚好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天哥怎么会抛弃自己呢 寒猪刚想松一口气 可男人却问他男朋友有什么爱好 寒猪连忙表示自己已经选好了 可男人一心瞬间上头 你究竟有没有男朋友 还是说刚才说的话都是骗人的 就在这时 寒猪的助理说外面有人给他送午餐 寒猪连忙拉着万顺就往办公室里跑 片刻后 满满一桌美味佳肴摆在桌子上 向天哥满脸羡慕 这么多好吃的都是你男朋友做的吗 男人瞬间提高了警觉 连忙表示自己也可以 言外之意是你别夸奖别的男人 向天哥觉得味道很好吃 便让男友也尝尝 男人毫不犹豫地吃了一口 味道确实挺不错 可下一秒身体传出异样 艰难地说了句菜里有花生 说罢便起身往外跑 向天哥连忙提醒寒猪封闭房间 一定不能让外人进来 寒猪想说不舒服就赶紧去医院 却被一旁的万顺拉住 只见向天哥男友的身体瞬间缩小 下一秒就缩小到了衣服里 只露出一个头 向天哥连忙抱起衣服想要掩饰 却被掉落的眼睛出卖 寒猪这才明白 原来向天哥的男友和万顺一样是变异协同 却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变得这么小 男友竟然在女友面前缩小了一千倍 可女友只想把他打扮成粉嫩公主 光是一颗草莓就比男友大上数十倍 怕是有些地方得专门买个放大镜 还可以打扮成童话里的王子随意贴贴 万顺每次提前变异的时候寒猪都在场 先后变成狼人章鱼大白熊无一例外 于是两人决定同聚做一场实验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万顺这周变异的时常只有一个晚上 即使和之前变成触角的时间相加 变异后的形态也只能维持一天 连他自己都感觉到很奇怪 寒猪非常不解 变异时间缩短不应该是件好事吗 然而恰恰相反 因为万顺变异的次数太过频繁 比如像天歌的男友 他的变异永远只会改变身体的大小 可万顺每一次的变异 连他自己都一想不到 所以如果变异的出发点是寒猪的话 倒是可以实验一下 若是能控制变化频率 或许以后自己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片刻后 万顺待在浴室久久不肯出去 想不到自己就这么登堂入室了 而且还进入了寒猪的浴室 然而万顺心里明白 这不过是一场实验 寒猪应该对自己没有任何情感 可即使是这样 万顺也要默默守护在寒猪身旁 小时候寒猪偷看了爸爸的电脑 知道为什么研究院的人可以找到万顺 因为万顺的皮肤里被装了追踪芯片 想要逃跑就要把芯片取出来 而追踪芯片就在他脚踝的附近 寒猪小心翼翼的抚摸 似乎里面真的放着什么东西 可问题应该怎么拿出来 寒猪认真地询问万顺怕痛吗 万顺愿意相信我吗 万顺笑得非常灿烂 他当然相信 因为寒猪是他唯一的朋友 也是他未来一定要娶的妻子 文言 寒猪羞红着脸发誓 一定要帮万顺逃出去 片刻后 寒猪颤抖地拿起一把小刀 内心十分害怕 担心伤口切得太大怎么办 万一伤口被研究院的人发现了怎么办 万顺握住寒猪的手不停地安慰 表示自己可以假装身体不舒服避开实验室 而且你这是我帮助我 别害怕 切下去吧 寒猪明显有些退缩 这种事还是第一次经历 应该会出很多血 万顺目光坚定 我相信你 所以你也要相信我 在万顺的鼓励下 寒猪终于下定了决心 想到这里万顺不敢再有丝毫回忆 原本已经忘记那段痛苦的回忆 却每次回想起来都是记忆忧心 努力劝说自己一定要放下 因为他的存在会给寒猪带来无尽的痛苦和麻烦 可当万顺打开浴室的玻璃门时 下一秒便看见了寒猪可爱的内衣 与此同时寒猪突然想起 挂在浴室的内衣好像忘记收了 若是被万顺看见岂不是很尴尬 想到这 寒猪敲响浴室门 询问万顺有没有在心 如果没有的话 自己能不能进去拿下衣服 可浴室里面一片寂静 家里的隔音虽然很好 但这么近的距离 没道理听不见自己说话 甚至连洗澡的声音也没有 贴在门上竖起耳朵听听 似乎里面有着微妙的声音 难道万顺又变异了 想到这 寒猪当即打开浴室大门 下一秒竟发现万顺缩小到了内裤 连忙上前把万顺捧在手心里 万顺很尴尬 怪不得刚才他听不见声音 原来是变小后声音也小了 可你别直接拿我裤子 寒猪这才反应过来 万顺变异的时候只穿了内裤 若是不用内裤裹着肯定是全裸 虽然现在有些地方 可能需要放大镜才看得见 但还是男女友别不太方便 不过这次变异是寒猪不在身边 是不是说明之前的变异都是巧合 其实完全和自己没关系 羞涩的万顺不敢直视寒猪 和你没关系的毛线 还不是你挂在浴室的那件内衣 由于声音太小 寒猪完全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万顺明白今天并不是变异周期 完全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刺激导致的 现在还是给我找个手帕或者毛巾吧 裤子早就该洗了 稍稍得有点心 难道寒猪一点也不排斥这种味道吗 于是寒猪扒帮了所有的洋娃娃 无数件精美的公主裙摆在万顺眼前 万顺顿时猛圈了 你这是几个意思 寒猪挑选了一件粉色的公主裙 这件裙子穿上多可爱啊 万顺一些无奈 连一件男装都没有吗 寒猪连忙在抽屉里找了找 下一秒两眼直放光 还真让自己找到一件王子套装 连忙把衣服交给万顺让他换上 自己则是打电话询问向天歌 如果男友缩小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竟没想到穿上王子套装的万顺会这么帅 简直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拇指王子 万顺先生小小的真可爱 我很喜欢 这句轻描淡写的喜欢 顿时让万顺陷入了痴迷 可下一秒寒猪对着万顺吹了一口气 万顺一脑袋问号 可寒猪玩得不亦乐乎 小人果然很好玩 接着伸出手指轻轻一搓 我现在对你做什么你都无法反抗了吧 待会我就买个放大镜好好研究研究 一米九的男友只是看了一眼地照背 体型竟然瞬间缩小了一千倍 可女友缺了坏了 这颗草莓够男友吃一年别提多省钱 还能把男友放在手里随意揉捏 关键能在夹缝中寻找丢失物品 惊意外找到了自己丢失多年的戒指 万顺先生好厉害 真像是童话里的小王子 可万顺内心有些失落 王子怎么会像自己这般落魄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寒猪不过是把他当成奇怪的玩具 对他的亲历只不过是一时兴起 等到寒猪的好奇心消散时 一定是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寒猪突然拉住万顺的衣服 毕竟小王子可遇不可求 希望能够拍一组小王子给他戴上戒指的动作 因为最近自己在帮向天歌设计一款戒指 而他男友的身体也能缩小一千倍 如果世界上存在很多像万顺这样的变种人 那就应该设计一款专属于他们的戒指 比如万顺变成狼人时 原本千细的手指就会变粗 就会给人一种变异后不再是爱人的感觉 情侣之间应该有很多人在意这种细节吧 万顺叹了口气只好答应 寒猪红着脸表示感谢 要像公主殿下戴戒指那种 这一刻让万顺想起了小时候的约定 他曾说过一定会回来娶她 而这一刻 就当是为曾经的约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相机不断地抓拍下 万顺终于给寒猪戴上了戒指 然后得在戒指上留下深情的一吻 很快 两人拍摄的照片在业界引起了巨大话题 收到了很多一丝变种人的订单 寒猪便提议让万顺辞去男公关的工作 到自己公司做一个专制模特 可万顺表示自己的身体不允许 很容易在拍摄期间便一吓到别人 而且公司用男公关照片做宣传 传出去怕会被人笑掉大牙 文言 寒猪表示今晚带她回家吃顿饭 毕竟之前答应过老妈 只是自己的家庭比较复杂 需要先和万顺打个预防针 其实自己的父母早就离婚了 现在老妈和后爸在一起生活 不过后爸为人挺好的 你称呼他叔叔就可以 万顺想了想 询问寒猪的父母是什么时候离婚的 寒猪不明白万顺为何这么问 只记得大概是在中学的时候 为了讨好寒猪妈妈的欢心 万顺可是做足了准备 先是有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然后给寒猪后爸准备了上好的茶具 还有老妈最喜欢的燕窝当然少不了 老两口被准女婿哄得十分开心 当晚给两人安排了一张床 万顺顿时愣住了 阿姨这是什么意思 说是家里装修只剩一间房了 还有这粉色的房间也太少女了 寒猪早就看透了老妈的伎俩 这是有多担心自己嫁不出去啊 不过这个床完全够大 可以步步干扰地好好睡觉 万顺提议自己睡在地上 可寒猪死活不肯容忍 毕竟来者是客 哪有让客人睡在地上的道理 更何况万顺假装男友 就已经帮了很大的忙 然而刚刚的淡定 完全是寒猪装出来的 睡在一起会不会有些太过分了 天天这么麻烦万先生 假装自己男朋友 搞得好像家戏真做一样 想到这 寒猪的脸上浮现一谋飞红 可突然间脑袋里多了一些记忆 记忆中一个男孩 牵着自己拼命奔跑 可男孩叫上的伤口剧烈疼痛 扑通一声摔在地上 男孩非常自责 都是因为自己 寒猪才会和他一起逃跑 他会每天给男孩 准备好饭菜和零食 等风声过了 就不会再有人关注这件事 他一定会救小顺 回过神的寒猪感到奇怪 怎么脑海里会出现 一段莫名其妙的记忆 而且那个男孩 长得好像万顺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女友带和约男友 第一次见丈母娘 可丈母娘竟给两人 安排了一张超大床 寒猪顿时有些无语 老妈这是有多担心 自己嫁不出去 为了缓解尴尬 当晚寒猪选择睡在地上 睡觉的模样像急了小孩子 万顺轻轻地把寒猪抱起 放到了床上 寒猪顿时一击灵 你想做什么 你个帅气的小流氓 可万顺只是帮自己盖上被子 然后乖巧地趴在身边睡觉 寒猪连忙把头缩进被子里 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心跳这么快 好像这几天变得有点不像自己了 一定是睡眠不足引起的恐慌 毕竟心动这种事一向和自己无缘 第二天一早 寒猪的妈妈接到一通电话 说是有个朋友很在意 万顺的宣传海报 应该是件好事 可万顺感到不安 从小到大除了认识寒猪以外 自己身上从没遇到不好事 片刻后 张氏夫妇驾车来到寒家 进门就询问那个孩子在哪里 若不是偶然间看到那张海报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 寒猪的妈妈曾听两人提起过 小儿子在七岁那年走溜了 张太太因此伤心了很久很久 如今大儿子身体出了问题活不过两人 担心连个寄托和船程的人都没有 所有看到那种海报的时候 老两口才会异常兴奋地跑过来 万顺躲在门后瑟瑟发抖 分不清到底是害怕还是痛恨眼前的两人 下一秒脑袋剧烈疼痛 担心自己认错暂时不肯出去 寒猪连忙上前询问 万先生 他们说的该不会真是你吧 你小时候真的走溜过吗 殊不知万顺刚出生时 就是一头毛茸茸的小狼仔 医院的护士吓得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嘴里大喊 张家太太生了个冠仔 这个女人怀孕99次只想生个女孩 可最后一胎却生了个小狼仔 因此万顺从小得不到父母的宠爱 从出生起就被关在家里从未出过门 因为变异狼人的体质遭到父母的特殊对待 万顺偶然间听到父亲公司资金断裂的消息 也就意味着他注定会被父母抛弃 第二天父亲第一次带万顺出门 然后万顺在这里等着他 他去给万顺买他最喜欢的冰淇淋 又晓得万顺乖巧地答应 哪里会知道等待他的将是痛苦的童年 万顺站在原地等到了傍晚 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也不见父亲的声音 却依然相信父亲买冰淇淋的地方有些远 突然间一辆面包车停在面前 车门打开后 几双冰冷的手硬生生把他拖进了车里 如今十几年已经过去 没成想父母还有连找上门哭哭啼啼 回想起小时候失去的记忆 万顺头疼剧烈 表示自己绝不会出去 寒珠满脸担忧之色 虽然以前没问过万先生家里的事 但是那对姓张的夫妇在生物医药方面确实很厉害 如果可以的话 话还未说完 便看见万顺死死的盯着自己 我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第一次看见这么严肃的万顺 寒珠吓得呆愣在原地 紧接着笑了笑了 不想见那就不见了吧 然后牵着万顺的手 那我们从一楼的窗户跳出去 就能顺利逃跑躲避他们了 寒珠随口的一句话 再次让万顺想起了小时候的记忆 小时候寒珠带着万顺逃跑 尽管两人被大火包围 寒珠依然鼓励自己千万别放弃 若是被抓回研究所一切都白费了 我会为你尽量拖延时间 你趁这个机会赶快跑 毕竟有寒珠的父亲在 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万顺刚想拉住寒珠 却发现寒珠头也不回地 对着反方向跑去 万顺不想辜负寒珠的期望 对着逃跑的方向跑去 想到这 万顺手臂上的毛发开始增长 头上也长出了白色毛发 紧接着在一阵痛苦中 变成了一只狼 寒珠连忙上前查看 现在该怎么办 得赶紧想办法把他藏起来 万一被妈妈看见了就完蛋了 在女友面前变成了一头狼 可女友不仅不害怕 反而毛茸茸的触感 让女友难以自拔 当即扑上去一顿猛吸 好不容易变成了狗狗 好想就这样闻个够 这闪闪发光的毛毛人家超喜欢 万顺的亲生父母突然找上门 顿时惹得万顺情绪激动 变成了狼人 为了不让万顺的父母发现 寒珠只好背着万顺跳窗逃跑 回到公寓 寒珠刚想松一口气 却发现万顺眼睛盯着自己 寒小姐 我的身份你已经猜到了吧 寒珠一直以为万顺只是一个变异者 没想到还是张家的公子 可知道了又怎么样 我不帮你的话可就没人帮你了 如果帮助张家夫妇和万顺相认 那寒家和张家的生意来往会比较容易 可对于寒珠来说 万顺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自己还想摆脱万顺假装自己的男朋友 若是把万顺惹生气的话 老妈催婚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万顺有些失落 难道寒珠帮自己的原因只有这个吗 寒珠尴尬地笑了笑 私信其实还是有的 就是不太好意思说出口 接着一把拉住万顺的手 然后狠狠地将万顺推到沙发上 我担心你们相认后以后就没时间来见我 紧接着扑到了万顺怀里一顿猛吸 要是没了这毛龙龙 我会欲求不满的 完了完了 我上瘾了 万顺想要推开寒珠 却担心寒珠受伤 手伤丝毫不敢用力 这家伙果然更喜欢狼话的自己 寒珠为了满足一己私欲 并生生抱着毛龙龙不肯撒手 好不容易变成了狗狗 就让我闻个够吧 万先生应该不会发现 自己借着吸狗的名义与他亲近吧 可转念一想自己哪里不对 凭什么偷偷摸摸的亲近 这可是付了钱的合约男友 应该光明正大的亲近才对吧 想到这 寒珠狠狠抓起一缕毛发 痛得万顺发出狼的哀嚎嗷嗷直叫 原本寒珠以为万顺签下合约男友是为了钱 可现在不一样了 万顺乃是张氏制药的公子 其实并不缺钱 看来假装自己的男友并不是为了钱 寒珠询问万顺这么多年不想家吗 闻言 万顺眼神中满是失落 父母当年无情地抛弃自己 如今却厚着脸皮找上门 无非是想让自己延续他们的乡活 并不是真心觉得愧疚 话音刚落 寒珠的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丝模糊的记忆 小时候一个男孩告诉自己 他被家人送进了实验室 因为爸爸的声音遇到了麻烦 只能儿子变异地体质换取资助 那段很长的记忆 仿佛电影版一点一点地出现在脑海 万顺愣住了 连忙询问寒珠怎么了 寒珠笑了笑表示可能是累了 自己不止一次出现过幻觉 很抱歉 因为我的体质总是这么麻烦 寒珠顿时拍了拍万顺毛茸茸的肩膀 咱俩谁跟谁啊 那可是坚定的革命勇 乖乖的别动 再让我揉一会 万顺连忙抓住寒珠的手腕 都说了别这样 我虽然看起来像动物 但是依然有着人类的感觉 寒珠有些失落 那行吧 不舒服的话就不勉强了 可这胸口的毛毛我超喜欢的 文言 万顺只好勉为其瞒 摸吧摸吧 真的吗 你可千万别勉强哦 一点也不勉强 今天的事还要谢谢你呢 寒珠顿时乐开了花 咱俩谁跟谁啊 太见外了 接着靠近万顺轻轻说道 中午我想吃烤肉 能帮我做吗 万顺彻底放下了自我洗脑功能 还是承认吧 我呀 果真还是喜欢他 假男友竟然在女友面前变成了一头狼 还在女友的脸上搭鸡亲了一口 可女友还没来得及高兴 却发现男友牵着个老太太走进包房 寒珠顿时气炸了 憋独自这是想干啥 自从寒珠和万顺见过双方家长后 第二天两人各自回到了工作岗 可万顺的母亲非常执着和儿子相认 当天晚上便找到了万顺工作的地方 万顺深吸一口气 你是怎么找来这里了 老太太当想开口说话 就被万顺伸手拦住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接着一把拉起母亲的手 然后让同事准备一间包房 所有的消费都记在自己的头上 阿祥笑得很开心 这老女儿的年纪都能当他妈了吧 万顺可真能下得去 突然间寒珠走了进来 您好 我有万先生的预约 阿祥一看来人居然是寒珠 顿时内心乐开了花 这可是年轻又漂亮的富 万顺居然丢下大客户不管 那可就别怪我出手挖墙角落 这位小姐您好 要是等得很无聊的话 我可以陪您聊聊天 无需付费哦 寒珠的心情早已没了兴致 不用了 我坐在这里处理下工作 那可不行 怠慢客户可不是我一向的作风 您这么年轻漂亮 李万哥刚刚带进去的那个婆婆 强了数百倍 寒珠一听此话顿时愣住 婆婆 什么婆婆 文言 阿祥顿时来了精神 开始在寒珠面前 把刚才的事描述了 当然这家伙的夸张手法 可谓是精彩绝伦 所以啊 我阿祥绝不会丢下您这种客户不管 反而更喜欢和您这样的客户聊天 寒珠听完后深深叹了口气 去给我开一瓶香槟吧 此时万顺发来了一条短信 说是临时有事 让寒珠在外面等他一回 寒珠看了看包房的大门 万顺在里面究竟干啥呢 是吃婚呢 还是谈业务呢 阿祥兴奋地抱着香槟跑过来 完全没注意到此时的寒珠烦了一批 来了来了 香槟来了 请问小姐还需要其他什么服务吗 寒珠一本正经地笑了笑 还需要你把香槟放下 然后麻溜地从我眼前消失 千万别再来打扰我 阿祥顿时尴尬到抠出三十一听 妈妈呀 这女人搞得我帅气的外表好尴尬 阿祥走后 寒珠只好一个人喝闷酒 然后坐在沙发上继续工作 可时间越久 寒珠的心情越烦躁 这家伙怎么还没结束 当即给万顺发过去一条短信 然而过了一个小时 也没见万顺回答 要不要给他留一条短信 然后自己先回家休息 可是那家伙让自己在外面等他 想到这寒珠突然站起身 不对不对 我干嘛要这么听他的话 干嘛要在这里浪费我的大好青春 大不了改约个时间不就行了吗 可大脑又不由自主地看向包房 万顺会不会对不起我 就算是假男友也应该尊重我吧 寒珠再也忍不住地推开了包房的门 却发现万顺正在安慰一个老女 不对 那不是张阿姨吗 就算是假男友 那张阿姨也算是我半个婆婆吧 我要不要上前打个招呼 但是在这种场合打招呼 有点不太合适吧 当即缩在角落里假装看不见 此时万顺终于走了出来 假男友在女友面前变成了小屁海 可成年后的男友并未消失 万顺看着大小男友不知所措 却发现小万顺对着自己不停地道歉 你不会再喜欢我了 永远也不会喜欢我 可话还没说完 万顺就将小时候的自己打晕了过去 几个小时前 万顺强行将寒珠拥入怀中 为了安抚万顺的情绪 寒珠递给他最爱喝的饮料 万顺内心开心不已 寒小姐竟然知道我的喜好 就连寒珠自己也感到厉害 自己相亲那么多次都没能记住对方的样子 反倒是记住了万顺喜欢活的饮料 接着尴尬地摇了摇头 该不会是自己动摇了吧 轻轻抬起万顺的下巴 询问他刚才是怎么了 却发现万顺感动得痛哭流体 而且刚才和母亲沟通后 发现小时候父母并没有抛弃自己 一切都只是一场误会 闻言 寒珠终于松了一口气 早就看出张阿姨不像为了钱卖掉儿子的人 然后鼓励万顺做出正确的选择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自己都会陪在万顺身边 就算未来万顺不想待在父母身边也没关系 随时都可以回到自己身边 万顺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心虚 寒珠对自己的包容 早晚会被他宠坏的 寒珠搂住万顺的肩膀 宠坏就宠坏了 当即发现我很无趣时就不会这么想到 闻言 万顺严肃地表示他一点也不过去 接着双手紧张地轻轻用力 刚到嘴边的话又被他吞了回去 自己是曾经背叛过寒珠的懦夫 怎么可以厚颜无耻地对他表白 寒珠感觉到万顺即将变身 连忙抱紧万顺轻身安慰 突然身后冒出一阵白烟 当万顺睁开眼时 竟发现身后有个男孩抱住自己 寒珠瞬间猛了 啥时候多了个男孩 刚想询问万顺这个男孩是谁 却发现男孩和万顺长得一模一样 难道是万顺变出了小时候的自己 突然间小万顺撒腿就跑 寒珠连忙起身追了上去 万顺更加不解 没想到竟然变出了小时候的自己 片刻后寒珠追到小万顺 小万顺一把甩来寒珠的手 不断地重复着寒珠不会喜欢他 寒珠满头问号 这个男孩不是万顺的分身吗 到底想要表白什么 小万顺拼命地摇头说着对不起 却被万顺直接打昏了过去 万顺表示自己控制不住他 如今也只能先把他带回去 可在寒珠看来 万顺似乎有些不对劲 小时候寒珠帮助万顺逃出实验室 担心寒珠会受到责罚 万顺决定回去带着寒珠一起走 直到发现实验室的老板是寒珠的父亲 万顺便狠心独自离去 小万顺醒来时害怕地喘着粗气 看到寒珠坐在自己身边 小万顺呆愣得不言不语 寒珠拍了拍手 你是张万顺吧 怎么呆呆的 小万顺这才回过神 表示自己可不呆 只是小卒明明很讨厌我 还把我忘记了 为什么突然间对我这么好 寒珠完全听不懂他想表达什么 但他明白小万顺一定有话想对他说 寒珠安抚小万顺静下心 将想说的话一点点说出来 小万顺哭得梨花带影 小卒我们从前可话还没说完 万顺瞬间推门而入 既然醒了就出来吃饭吧 当两个男朋友同时躺在你床上是什么感觉 一个是现任男友 一个是男友分身出来的小时候 明明两个人都是万顺 可饭桌上总是充斥着诡异的气氛 寒珠小心翼翼打量着两人 大小万顺的目光总能擦出火花 万顺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时候的自己 不过这样倒是挺可爱 就像是万顺有了儿子一样 想到某一天万顺有了女朋友 然后要和自己终止假男友的合约 寒珠的心跳停止了一秒 莫名的心计仿佛马上失去万顺一样 就在这时 大小万顺同时加菜放到寒珠的碗里 两人的目光再一次交织在一起 臭小子 你根本不知道寒珠喜欢吃什么 他可从来不喜欢吃肉 小万顺当然不让 吃肉才能长身体 小竹值得享受最好的 场面瞬间陷入一片寂静 寒珠连忙端起自己的碗 都要都要 荤素搭配最营养 接着看向万顺 希望万顺可以让着小万顺 毕竟这种分身的形态很少见 说不定明天或者后天就消失不见了 万顺觉得寒珠的话有道理 毕竟每次只要有寒珠在 一般情况下都会提前结束便宜 可小万顺显得很不开心 询问寒珠自己真的不能留下来吗 寒珠这才意识到 自己无意间说的话伤害到了小万顺 连忙抱住小万顺一顿安慰 没想到分身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样吧 为了表达姐姐的歉意 小万顺今晚陪着姐姐 来我房间睡吧 此话一出 成年的万顺顿时警觉了起来 当晚小万顺来到寒珠的房间 寒珠让小万顺先上床休息 自己要去把脸上的面膜洗一洗 怎料大万顺抱着被子推门而入 我今晚也在这里睡 以免有些人趁虚而入 寒珠愣住了 咱家有好多客房呢 干嘛非要挤在我的房间里 万顺看了看小时候的自己 可以是可以 不过他也必须单独一个房间 此话一出 大小万顺谁也不服谁 未来的我 你看我很不顺眼是吧 巧了 我也很讨厌你 寒珠连忙上前劝阻 你们两个不都是万顺吗 怎么自己跟自己还吵起来了 可寒珠心里明白 小万顺似乎知道 写万顺不想告诉他的事 万顺的举动彻底点燃了小万顺 没错 我是怕了 选择了逃跑 但是这么多年你又做了什么 你跟小竹道歉了吗 万顺一听这下坏了 这臭小子嘴里确实没得把门的 就是不想让寒珠想起小时候的事 才不想让他俩单独相处 寒珠彻底蒙圈了 两个万顺在说什么 完全听不懂啊 不过万顺绝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只见万顺拉着小时候的自己就往外走 可下一秒却被寒珠统统拖走 万顺始终不肯入睡 因为他们彼此都在监视着彼此 来了来了 假情侣终于要假戏真做了 万顺竟情不自禁地亲吻了寒珠 本以为对方睡着了 殊不知寒珠的心脏蓬蓬直跳 万顺为什么要亲我 难道他也喜欢我 自从万顺分身出了小时候的自己 大小万顺为了争宠使出浑身解数 就连睡觉三人都要躺在一张床上 小万顺抱住寒珠的胳膊进入梦乡 虽然对方是小时候的自己 可万顺心里很不适自卫 连忙贴近寒珠 想想还是算了 没必要为了这种事影响心情 说不定小时候的分身明天就会消失 这让万顺想起了白天发生的事 对不起 是我骗了你 白天万顺的亲生父母找自己 为了不让寒珠担心 万顺只好说小时候被抛弃是一场误会 可实际上哪有什么误会 母亲虽然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父亲确实亲手把自己卖掉 母亲的时候两口子大吵一架 找了两年才发现儿子被卖到了研究所 父亲也早就后悔了 决定不惜一切都要找回儿子 当他们找到研究所时 发现万顺早就逃跑了 老两口多年来一直在找儿子 从没放弃过 只不过这一找就是十几年 母亲不求万顺能够原谅自己 只希望万顺能够活得好好的 如果愿意回家的话 他们会用后半生弥补万顺失去的光阴 如果当初没有把儿子卖掉 估计万顺会和寒珠过着同样的豪门生活 听到这句话的万顺沉默了 他想和寒珠站在平等的位置 不像现在 自己和寒珠之间的差距太多悬殊 根本没资格向他道歉 更别说喜欢 想到这 万顺情不自禁地亲吻了寒珠 看向小时候的自己才恢复理智 万顺心脏快速跳动 真是太不小心了 竟然没控制住我了他 还好寒珠已经睡着了 万顺贴心地帮寒珠盖上被子 然后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句对不起 可当晚顺扭头睡觉时 寒珠突然睁开双眼 原来大小万顺抱着自己的手臂 导致万顺从一开始就没睡着 这什么情况 想到刚才的一幕 寒珠修得满脸通红 万顺刚刚在干嘛 为什么会主动亲我 还在我耳边说了声对不起 万先生胆子也太大了吧 小万顺还在旁边呢 不过想想倒是挺开心 或许万顺也喜欢自己 来了来了 大小男朋友的争夺之战终于打响了 两人的眼神恨不得掐死对方 这俩人又开始较劲了 今天是周末 既然大家都在家休息 不如一起出去玩吧 小万顺一听瞬间来的兴趣 寒珠有些摸不透自己 万先生似乎很喜欢我 而我也喜欢万顺 可明明自己对谈恋爱从来不感兴趣 倒是可以带小万顺去游乐场玩玩 顺便摸清楚自己的心情 可相比寒珠的兴奋和万顺的冷静 小万顺看见游乐场反而不知所措 这家伙怎么了 小朋友看见游乐场不都应该开心吗 没什么 小时候的我在游乐场外被带走而已 寒珠这才明白 这算是新节吗 要么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万顺直接买了三张门票 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 说不定新节打开后 小时候的分身就自动消失了 服务员满脸笑意 这是您订购的三口亲子门票 您的儿子和您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万顺叹了口气 就当是为了曾经画上句号吧 那个懵懂软弱 面对事情只会逃避的张万顺已经不在了 小万顺提出想和寒珠一起坐摩天轮 寒珠笑了笑 小孩子胆子都这么大吗 居然喜欢坐摩天轮 小万顺尴尬地挠了挠头 听说只要在摩天轮登上凝峰时轻轻 两人就永远不会分开 万顺一听愣住了 这别独自真是小时候的自己吗 连忙上前拉住寒珠 毕竟这倒是个好主意 等一下 万先生这么急 童言无忌啊 别用小孩子的身体打直球啊 会让我误会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万顺和小万顺的时候各种表现 无一例外都证明万顺喜欢自己 尽管坐在让人血脉加速的摩天轮上 寒珠依然思考两人的关系 自己真的喜欢万顺吗 应该是吧 片刻后 万顺差点把隔夜饭吐了出来 小万顺和寒珠却是神清气爽 寒珠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 虽然没有什么感情经验 但是和万顺在一起时 和以前相亲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 那是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就仿佛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般 之前也有过看到过小万顺的幻觉 明明不可能见过万顺小时候 这中间一定存在什么问题 刚好万顺前去买午餐 寒珠便决定借此机会问一问小万顺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我绝对置无不言 你怎么知道我有话要说 当然是以前就知道 每次你想问些不太好的事情时 就会露出现在的模样 想顾虑我的感受就会很小心 寒珠有点明白了 小万顺应该是共享了万顺的记忆 才会认识自己 难道自己和万顺小时候见不灭 小万顺有些自责 虽然未来的我非常喜欢你 甚至不想在你面前留下不好的印象 但我还是想告诉你 不过你可不能生我的气 文言 寒珠瞬间羞红了脸 讨厌了啦 什么叫未来的我太喜欢小竹啊 羞死人了 不过我可以答应不生你的气 咱们可以拉勾勾 小万顺开心坏了 拉勾勾 真是好怀念啊 我们以前也这样做过 还说永远不会丢下对方 小万顺的手指突然停住了 我真该死 不应该在你遇到危险时丢下你 反而一个人逃跑了 文言 寒珠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记忆 小时候爸爸将自己按在地上 快说 你把那个变异男孩藏哪里去了 可尽管如此 寒珠依然不肯说出万顺的下落 女孩只是递给男孩一个包子 男孩竟然直接用嘴去接 还假装不经意间舔到手指 女孩顿时感觉世界都变得粉嫩了 自从万顺分身出来的小时候 寒珠总能不经意间想起小时候 为了帮助万顺逃离研究所 不惜被父亲按在地上使劲摩擦 那个男孩到底在哪 别以为你是我女儿我就不敢动你 寒珠从来没见过父亲凶狠的样子 而且只是为了一个小男孩 父亲抬起寒珠的脑袋 用力撞向地面 你知不知道那个实验体有多珍贵 若是能够演进清楚 世界都将发生改变 如今你把他放走了 你知道我会损失多少吗 万顺呆愣地看着这一切 尽管寒珠看起来非常痛苦 可自己冲出去又能做些什么 不过是在被抓住送回研究所 反而更加坐视寒珠放走他的事实 但自己若是回去 小珠应该就不会受到惩罚了 突然间 寒珠似乎感觉到了小万顺 尽管父亲一直对自己施暴 寒珠还是忍痛喊出了两个字 快跑 小万顺身体突然僵硬住了 接着转头就跑 当转身的那一刻他后悔了 明明知道不该跑的 明明答应过彼此不能丢下对方 倒在地上的寒珠奄奄一息 嘴角却流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就在这时 万顺的声音把他拉回了现实 你还好吗 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需要我给你教医生吗 寒珠尴尬地笑了笑 我没事 刚才有点滴血糖 吃点东西就好了 可寒珠心里有些疑惑 刚刚是小时候的记忆吗 早已记不清面容的父亲在打我 还看到了万顺小时候 来 给你一个大汉帽 还戴着王冠呢 似乎自己十几岁的时候 的确出过一场事故 消失的记忆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接着拿起一个包子 万先生也尝尝吧 万顺只是愣了一下 接着张开嘴巴去接 咬了一口包子 还伸出了舌头 寒珠面色瞬间红到脚趾 这也太亲密了吧 我的心脏都不受控制了 惨了惨了 我坠入爱河了 片刻后 三人将游乐场的项目玩了个遍 现在只剩下过山车了 小万顺玩得很开心 一点也没玩够 要是小万顺喜欢 过几天我们再来玩一次 接着扭头看向万顺 上来吧 我们一起过山车 万顺笑了笑 只要你想去的地方 我都会陪着你 寒珠连忙转移视线 这家伙既然那么喜欢我 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要 倾诉感情的迹象 女孩拿出刀割在了男孩的脚踝上 但她却是在救男孩 多年以后万顺回想起当日的事情 似乎脚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 原来寒珠偷看了爸爸的电脑 终于弄明白了一件事 为什么万顺每次逃走 都能被研究所的叔叔阿姨找到 是因为实验体都被植入了追踪芯片 想要逃跑就必须把芯片拿掉 万顺从来不知道这种事情 那芯片会藏在哪里呢 按电脑资料上说的 应该是在脚踝附近 寒珠轻轻抚摸着万顺的脚踝 真的发现里面好像藏着东西 其实万顺之前也发现了 但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问题是现在要怎么拿出来的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好一会儿 寒珠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一般 小顺怕不怕痛 对万顺来说 每次被做实验都会很痛 所以他不喜欢 但也不害怕 寒珠鼓起勇气 那小顺相信我吗 万顺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他相信他 一直以来小竹都是他最重要的朋友 虽然二人之间有孤悟 而且小竹还是他未来要取的气 说这句话的时候 万顺的脸上都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 寒珠对此十分奸细 脸上不由爬满了红韵 他一定要帮小顺逃出去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寒珠都没有再出现 他一直在学习看医书 只为了能尽快解放万顺 终于这一天来了 寒珠虽然看了很多医书 可第一次操刀 双手忍不住地颤抖 他的心也在跟着颤抖 生怕把伤口切太大 万一被大人们发现 万顺就再也逃不走 其实万顺也怕 但他还是安慰寒珠 可以装作身体不是休息两天 只要避开实验就不会被发现 小竹都是为了帮他 赶紧动手吧 他一点都不怕疼 可万顺越是这样说 寒珠越是退缩颤抖 第一次做这种事 会不会出很多血 万顺目光坚定 我相信你 所以你可以信任我 终于万顺对他的肯定给了他勇气 寒珠的双手不再颤抖 手起刀落 寒珠帮万顺取出了芯片 而后在寒珠的帮助下 万顺成功地逃离了研究所 可他却再也没有回去兑现 取寒珠的成人 那时的他软弱惊恐 实验的痛苦让他无法回头 他愧对了寒珠对他的信任 可谁又能说他做错了吗 女人有个袖珍男友 却想把他打扮成粉嫩公主 光是想想就让寒珠激动不已 心潮澎湃 原本万顺在浴室脱光光准备洗澡 却又莫名想起了小时候 寒珠救他逃走的事 心里愧疚以后 一定要尽力补偿寒珠 以弥补没回去兑现取他的承诺 可当他打开浴室的玻璃门时 一条黑色的丝带在头顶晃晃悠悠 万顺一抬头就看到了 寒珠递罩杯的内衣 瞬间他热血上游 下一秒等他回过神来 他就已经出事了 最时认真工作的寒珠突然想起来 他的衣服好像挂在浴室忘了收 而且还是内衣 一想到万顺可能看到了会尴尬 他急忙放下笔记本电脑赶去 寒珠来到浴室门口 东东敲了半天门 能不能开门让我拿下衣服 可浴室中一点声音也没有 不说万顺的声音 连洗澡的声音都没有 寒珠好奇怎么没反应 又敲了几下 难道万顺不在里面吗 他家里的隔音虽然好 但也不至于这么静听不见吧 倒是感觉听到里面 有嘻嘻嘶嘶的声音 实在没人回应 寒珠只好贴在门上听 好像真的有声音 那声音又稀又小 仿佛是捏着鼻子发出的一般 寒珠你可以进来 寒珠索性打开了浴室门 心里已经在打果了 这奇怪的声音 万顺不会又变成了 什么奇怪的东西了 果然寒珠进门后 发现万顺竟然变得 只有他的手掌那么大 寒珠猛圈了 你怎么也变小了 难道也是因为花生酱吗 万顺装作他也不知道原因呢 他刚刚看到了寒珠地罩杯的内衣 然后就变小了 可他说不出口 寒珠小心翼翼地把他捧了起来 万顺一阵尴尬又紧张 他的身体变小之后 声音也变小了 只能大喊着 你别直接拿裤子了 寒珠瞬间反应过来 万顺一变的时候 里面应该是穿了底裤的吧 但好像底裤没有跟着变小 也就是说万顺里面是光着的 此时万顺已经羞红了脸 寒珠瞬间挑逗之心 熊熊燃烧 万顺变得这么小了 应该是啥也看不清吧 其实寒珠还是想看看的 可毕竟男女有别 他还是选择了尊重万顺 另外万顺这次变身 他没在身边 这是不是能说明 之前的几次变化 仅仅是凑巧的 跟他没什么太大关系呢 万顺突然扭头一开了目光 直直无无关系大了去了 可后面的话说不出口 为什么将内衣挂在浴室啊 寒珠没怎么听清 于是凑近了几分 万顺只觉得他透得好近 而且他的温香热气 呼在了他的脸上 万顺心跳不禁加快了几分 稳了稳心神 万顺总结道 今天虽然不是变化周期 但外界刺激导致一变 这一条依旧成立 寒珠似懂非懂 万顺尴尬癌都快犯了 让寒珠先给他找条毛巾 或手帕当衣服吧 这裤子该洗了 前台词是难道 寒珠不排斥他的贴身衣物吗 贴的还不是一般的地方 这让寒珠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女孩 都有一个拇指王子吗 反正寒珠有 所以他有一拳套的 公主城堡和衣服 万顺看见的瞬间就麻了 满满的一小屋子的公主服 这是要让他挨个换装吗 寒珠想想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这些衣服多可爱啊对不对 万顺末 只要不穿在我身上 的确很可爱 真让他穿了 他怕是死的心都有了 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另外不是说好的拇指王子 没有男装吗 当然有 寒珠就想先看看公主装不行吗 见万顺有点小生气 立马在柜子里翻着起来 突然他发现了一件 特别适合万顺的衣服 寒珠想想就激动 万顺穿上了会是什么样 因为这是一套王子装 万顺不想说话了 寒珠真把他当成拇指王子了吗 不过总好过公主装了吧 他把衣服递给万顺 让万顺慢慢换 他需要打电话去咨询一下向天歌 关于缩小之后的注意事项 寒珠走后 万顺拿着王子的衣服默默发呆 虽然穿的是王子服 但他会是他的王子吗 而且他还配当他的王子吗 袖珍男友终于兑现了 娶女孩的承诺 为他戴上了结婚的戒指 在相机的见证下 拍下了二人关于爱的约定 虽然这只是为了拍广告而拍摄的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算万顺实现了对寒珠爱的诺言 原本万顺变小后 寒珠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套王子的衣服 让万顺换上给他看看 而实际效果竟然比寒珠想象中还要好 寒珠激动之情难以言语 万顺真的就像是童话里面的王子一般 还是拇指王子 而此刻的寒珠喜欢的就像个小女孩 万顺有些受宠若惊 毕竟之前寒珠还想让他穿公主装来着 寒珠表示只是想尝试一下而已 然而比起公主装的小小万顺 他果然还是更喜欢王子装的小小万顺 谁还没个拇指王子梦啊 这脱口而出的喜欢 可洋溢在寒珠脸上的信用 万顺一时间竟有些吃你了 他是真的喜欢我吗 突然寒珠一口温香热吸呼在万顺身上脸上 万顺猝不及防心跳加快了几分 他满脸疑惑地询问寒珠做什么 寒珠因灵般的笑容已经回荡在屋内 向天歌说的果然没错 小人好好玩啊 万顺无语了 你看小人 你全家都是小人 还没等他这么想 寒珠又开始调戏他了 因为似乎不管他想做什么 变小后的万顺都没办法反抗他 他就犹如他不准个玩物一般 寒珠的心态在变态边缘徘徊 所以有个袖珍男友究竟是种什么体验 第一可以随便地搓揉罗粘 身体还是温温地跟常人一样 只是他会发出警报 有些地方不能摸 体验指数三颗星 第二可以体验家家酒的快乐 实现童年未尽的梦想 虽然对方可能有时会不太配合 但体验指数四颗星 第三能帮忙寻找到夹缝里的丢失物 以前就一直幻想自己能变成拇指公主一样 找到夹缝里的宝藏 这下再也不用担心 袖珍男友能帮你实现 体验指数五颗星 寒竹都没想到 小王子万顺能找到他这个丢失好主的戒指 老是被寒竹称呼小王子 万顺突然有些落寞 王子才不会像他这般落魄 没等寒竹听清楚 万顺已经起身去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东西 他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对他的喜欢 犹如神明发现一些奇怪的玩具一般 一时兴起的亲密 最终也会有觉得无趣事 头也不回地离开 寒竹似乎是被万顺悲伤的气氛感染到 他突然伸手拉住了万顺的一脚 想拜托万顺一件事 万顺回头好奇什么事 寒竹想到万顺小王子可遇不可求 所以如果能帮忙拍些照片就好了 就比如万顺给他戴上戒指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抓拍一组照片 万顺不明所以 这有什么意义吗 毕竟他这样的人 怎么能和寒竹相提并问 更何况一起拍照 作为寒是珠宝的创始人之一 寒竹不愧是个商业鬼才 在他接待了像天歌之后 他就一直在想 如果世界上存在很多像万顺和李游这样的变质 那他们会不会也想要一把 能适合自己其他身份佩戴的戒指 比如就像万顺变成男人之后 之前的戒指肯定是不能戴了 所以会不会有一种变异之后 就不再是爱人的错觉 虽然也有可能大部分人不在乎对 但肯定也会有些在意的人对吧 不论是变异人类 还是他们的伴侣 正巧万顺看见了寒竹之前一直在忙的事 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吗 既然寒竹都这么说了 他只好同意了 先试试看拍摄效果如何吧 说着他拿起了刚刚剪刀的戒指 寒竹其实还是有些紧张的 脸上已经泛起了红韵 这是他第一次让男人给他戴戒指 虽然是个袖真的 但他还是要求万顺 要像给公主殿下戴戒指那样 好像万顺真的就是他心中的王子 其实万顺真的就是与他失散多年的同年王子 虽然他已不记得 这个王子曾经违背了他的承诺 但对万顺来说 今天也算是为了从前的约定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万顺轻轻为寒竹戴上婚礼的戒指 那是象征爱的宣言 是万顺对他曾经的承诺 仿佛他又回到了说娶他的那天 倾助他满满的爱怨 这一刻在他心中已经天荒地牢永恒不变 而在他的心中 何约男友已经悄然萌芽出另一份感情 他们还能再次走到一起吗 韩竹第一次带何约男友回家 却被母亲安排二人晚上同床共枕 韩竹快无地自容了 他老娘这是撮合他两乱岛呢 到底是有多怕他这个闺女嫁不出去啊 早前韩竹拍了一组万顺小王子亲吻公主的祖徒 之后韩竹安排手下将祖徒全映成了海报 还做了广告推广 没想到效果比想象中还好 韩竹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万顺 这次宣传不仅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 还接收到了一些疑似变种人的订单 韩竹都建议万顺要不要辞去南公关的工作 当一个专职模特 可这却被万顺给当面否决了 他的身体情况韩竹应该是明白的 很容易在拍摄期间一点 吓到人就不好吧 另外韩竹竟然用一个南公关的照片做广告宣传 不怕败坏了企业的口碑吗 韩竹已经找人做了后期处理 看着也不怎么像了 倒是给万顺造成困扰的话就罪过 这点万顺早就想好了说辞 说是相似的人就可以了 倒是今晚有什么安排吗 韩竹之前答应了母亲要带男友回家一样 所以今天想带万顺回家吃个饭 但又考虑到他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 想先跟万顺嘱咐一下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已经离婚了 韩竹表面上说没什么 可万顺看得出他表情中的落寞 现在他的妈妈跟后爸一起生活 两人关系还是很好的 万顺的话跟着一起叫叔叔就可以了 这让万顺感到有些意外 他记得以前韩竹的亲生父亲 想把韩竹送到去给别家当童养戏 所以韩竹父母的离婚 会不会与自己逃出研究所有关系 于是他询问韩竹的父母 大概是什么时候分开的 韩竹突然被这么疑问 觉得有些奇怪 是怕穿帮吗 大概是初中那会儿的事吧 时间太久即不太轻了 万顺听在耳里若有所思 那会儿好像正是韩竹帮他逃走了之后 当时韩竹告诉万顺脚踝上有追踪芯片 为了帮万顺逃走 他决定取出万顺脚中的芯片 所以便自学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遗书 后来终于在韩竹的帮助下 万顺脚中的芯片取了出来 可是这却引起了研究所的警报声 韩竹一路拉着万顺逃走 可万顺受伤的脚根本跑不快 好几次都直接摔倒在地 韩竹只能重新给他包扎伤口 然后休息一下再逃 都是因为他才害得小竹跟他一起受罪 但韩竹却从来没有责怪过万顺 反而把万顺安排到了他的学校藏医 因为万顺没有身份证是住不了旅馆 在那里韩竹的饭和零用钱都能分给万顺 等风声过了 就不会再有人关注这件事 到时候万顺就安全了 总而言之 韩竹保证一定会救小顺的 仔细想想万顺欠韩竹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所以这一次去韩竹家见家长 他一定要好好表现 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万顺表现得太好 韩竹的妈妈以客房在装修为友 让韩竹跟万顺睡一张床 韩竹表面上淡定 可他跟万顺只是合约男友 要睡在一张床上 想想自己就有点过 天天麻烦万顺 像假戏真做似的 可他不知为何心里还有那么一点小肌 可小期待呢 合约男友第一次去女友家就被安排一起睡 韩竹就那么万顺给他老娘印象这么好吗 还是他老娘担心他嫁不出去啊 原来韩竹为了让父母相信他已经找到男友了 早早便精心准备了一番 让万顺打扮得人模人样的 对待两位长辈也是非常的礼貌 而万顺作为专业情感专家 瞬间获得了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他还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茶具 当然这都是韩竹准备了 给伯母买了精品燕屋 老两口对这个礼貌又懂事的孩子喜欢的不行 这还没完呢 万顺做菜那也是相当好吃的 刀法也不错 果断到厨房打起了下手 气上得了厅堂 又吓得了厨房 他跟周叔也聊得很投缘 难得见到现在的年轻人还有这么好手艺的 万顺也不谦虚 他平时也会给韩竹做些检餐 实际上他确实做过 周叔一听就放心了 可有一点让万顺很奇怪 这里一直是周叔做饭吗 没有保姆什么的吗 周叔解释其实保姆一直都是有的 但老伴还是更喜欢他的手艺 他来自平常人家 喜欢他就自己多做点呗 万顺瞬间沉默了 如果他以后真的跟韩竹在一起的话 那么他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说难听点就是软饭难 所以他有个问题想问周叔 可他一时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默契了半天没说出来 周叔已经猜到他想说什么了 万顺是不是想问跟阿姨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有压力 觉得配不上他 其实很多人都对这是好奇过 不但是万顺这么想 虽然你阿姨上一段婚姻门当户队 却过得并不幸福 后来跟我在一起也有很多冲突和难以理解 但他同样会在我面前笑得开心 会发火摔东西 以及崩溃的哭泣 所以在我看来 就算身份地位有些差别也没关系 只要他需要的是我 那我便是他的最佳选择 说这段话的时候 万顺看得出周叔脸上洋溢着幸福 这让他心里盈盈有些触动 也许他跟韩竹也能这样 但事实上风暴来得更加狂暴 丈母娘竟然安排两人同床共同 这是万顺和韩竹都不曾想到的 这本来是韩竹小时候的房间 本来还有一间客房的 说是在装修 韩竹本来想提分房睡 但又怕引起母亲的怀疑 眼下只能一起睡了 他老娘究竟是有多怕他这女儿嫁不出去啊 好在这张床还算够大 有两条被子两人可以互不干扰地睡觉 万顺提议不如他睡地上 却立马被韩竹否决了 万顺一直在帮他的忙 让万顺睡地上他过意不去 既然韩竹坚持 万顺也没再拒绝 韩竹便先去浴室换睡衣 可刚关上浴室门 韩竹整个人就仿佛泄了气一般 原来刚刚的淡定都是装出来的 他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 天天麻烦万顺 现在还要万顺跟他一起睡 搞得他这个合约男友都快跟真男友一样了 想想韩竹的脸就羞红不已 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呢 虽然他心底是不愿意的 可为什么他的心却如此躁动不安呢 心跳声连自己都能听见了 难道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万顺吗 要真的是这人生为他爱 他又该如何开口 其中一个是一头小狼 当时把接生的医生都吓尿了 但终归是自己的孩子 做父母的不忍心将他扔掉 可他一会儿是人的形态 一会儿是狼的形态 人不人狼不狼的万顺从小就没有朋友 父母的宠爱都只集中在哥哥一个人身上 他又有什么错呢 后来父母的公司资金链断裂兵营倒闭 可父亲对万顺的疼爱却突然变多了 自万顺有生以来第一次 父亲带万顺到游乐园里面去玩 万顺心里眼里满满的都是期待和开心 原来父亲还是爱自己的 可父亲让万顺在原地等他一会儿 万顺就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了天黑又等到了夏里 父亲却一直没有回来 而万顺就这么乖乖的等 仍然等着他的父亲来接他 最终等到的却是一辆面包车停在了他的面前 车门打开的一瞬间 车上一双双向恶鬼一样的双手 将万顺拉进了无尽的身体 后来万顺几经转折 就被迈到了寒珠家开的研究所 再后来万顺认识了寒珠 两人成了好朋友 为了帮助万顺逃走 研究所失火了 想来应该是寒珠干的 反正有他的父亲在 研究所的人不会对他怎样的 他让万顺快跑 他来拖延时间 可万顺担心万一出了问题 他该如何面对寒珠 万顺没能阻拦下寒珠 心情复杂地看着寒珠跑过去 眼下他已经没有了退路 只能照寒珠的话做了 心里默默祈祷 寒珠千万不要有事 在寒珠的帮助下 万顺总算顺利逃出了研究所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的父母又想起要来找他了 那当初为什么又要将他扔在游乐园了 一想到这里万顺的头 就像裂开了一样 总之万顺不想见到他们 他的世界里只有寒珠一人 寒珠不了解万顺的身世 但他知道张家 在生物医药方面非常厉害 如果可以治好万顺 话没说完就被万顺打断了 寒珠从来没见过万顺这么阴沉的脸色 口气那般的决绝 我与他们没有关系 寒珠显然是被这语气给吓倒了 两人突然都陷入了沉默当中 万顺仿佛像着做错事的孩子一般 虽然寒珠不知道万顺与父母之间发生过什么 但若是万顺不想见的话 那就永远不见了 他对他就是这么处 现在就从一楼的窗户撬出去 就能离开了 这一幕跟从前的寒珠 和其的相似 那个为了他奋不顾身的寒珠 万顺默默决定 他这辈子一定好好守护寒珠 可突然他的衣服嘎吱作响 那声音引起了寒珠的注意 他低头一看万顺的手已经变成了狼人 万顺就这么在寒珠的面前 慢慢地从一个人变成了狼人 一只彻头彻尾的狼人 身上的衣服全都被撑破了 这已经是万顺在寒珠面前低恩次一化 可每一次寒珠都觉得惊心动魄 但万顺这次一化成狼人后 貌似状态并不太好 万顺全身发抖 不停地抽搐 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万顺不想见到父母 得赶紧藏起来 因为门外寒母一直在叫寒珠 等不及的寒母已经转动了门把手 若是进来看见万顺这般模样 万顺完了 他与万顺相同了 约男友在寒珠面前变成了一只狼人 可这都不是最要命的事 最要命的是他的母亲不知道这件事 而且万顺也明确表示 不想见到丢弃他的父母 而此时寒珠的母亲已经敲了半天的门了 若是被母亲看见了他和万顺这个样子 那可就全完了 刚想到这儿 门就被打开了 寒母带着万顺的父母走了进来 可下一秒寒母就惊呆了 刚刚寒珠和万顺还在这里 现在却空空如也 这人跑哪去了 寒珠自然是带着万顺跳窗而逃 一路开车带着万顺跑回了他的公寓 只是他还连衣服都来不及换 也太狼狈了 真真的叫一个狼狈而逃 此时的万顺状态 已经比先前刚刚一变知识好上了不少 刚才真是太谢谢寒珠了 而且寒珠应该已经猜到了吧 他就是张家生物制药的二公子 寒珠其实之前还以为是误认了 毕竟仅仅通过一张海报 就能识别出丢失了十多年的孩子 这种事怎么想都太理奇了 但现在看万顺的行为 应该是确认无疑了 所以万顺就很好奇 寒珠既然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还要帮他逃走呢 可寒珠的话却让万顺瞬间想惊喜 如果万顺认清成功 那张事算是欠了寒家一个人情 对寒家来说肯定是很好的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万顺万万没想到寒珠竟然是为了这个 那可当然不是 寒珠当然有自己的小心思 只是这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 他拉着万顺的狼爪来到沙发边上 而后一把就把万顺推倒在了沙发上 要是万顺接受了家业 肯定会很忙没有时间来见他 说着寒珠一头扑进了万顺毛茸茸的胸怀 那样他就没有了心爱的毛茸茸 会欲求不满的 毕竟他对万顺的毛茸茸已经上瘾了 万顺惊恐万分 虽然他内心也喜欢跟寒珠亲近 可现在狼化的他并不是真的他呀 果然寒珠还是更喜欢狼化的他 他让寒珠赶紧松开 可寒珠已经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了 万顺已经变了好多次神了 好不容易又变成了狗狗 他要可劲儿的嬉戏 可下一秒寒珠就越加的过分了 万顺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徘徊 请放开那只狼 让我来 这女人正在飞里一只狼男 下一秒却被狼男握住了他不安分的手 正当女人以为狼男不愿意的时候 狼男又把女人的手放回了自己的胸口 果然不管他如何自我洗脑都没用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寒珠 自打万顺变成狼人 并被寒珠带回公寓后 寒珠就显得有些不正常 他迫不及待地把万顺推倒在沙发上 然后扑进了万顺毛茸茸的胸怀中 狂吸了起来 这股味道他想念好久了 自从万顺变过一次狼人后 他就上瘾了 这一次他一定要吸个勾 可这却让万顺尴尬不已 他虽然变成了狼人 可他依然是有人的感觉的 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徘徊 而寒珠的小心思 他其实就是想接着吸狗的名义与万顺亲近 虽然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就是想 这也算是光明正大的亲近了 毕竟他可是付了钱的 那换个说法 这算不算嫖呢 随着寒珠的动作越来越过分 万顺已经受不了了 而寒珠突然想起一件事 万顺可是张氏制药的继承人 其实一点都不缺钱呢 这难免让寒珠有些好奇 万顺为什么不想回家呢 明明不喜欢男公关的工作 这好像提到了万顺的痛苦 他低下头神情复杂 当年父母将他抛弃了 现在找他回去 无非是想延续香火而已 并不是真心悔过愧疚想让他回去 寒珠不相信 怎么会有父母丢弃自己的亲生孩子呢 突然他的头痛了起来 仿佛触动到了深处的记忆 记忆中一个脸庞模糊的男孩告诉寒珠 他的爸爸生意遇到了麻烦 只能把他送到研究所换取资助 寒珠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回忆 可这回忆是那么的真实 一时之间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这一刻两人似乎沉浸在悲伤的氛围中 直到万顺反应过来 刚刚还热情似火的寒珠 怎么现在变得呆呆的 寒珠解释可能只是有点累儿 可这种幻觉他已经出现好几次了 不可能是巧合吧 万顺以为是自己老是变身麻烦了寒珠 所以有些自责 可对寒珠来说 他俩可是有身后的革命友谊的战友 就不要那么见外了 就让他再给万顺揉揉吧 请放开那只狼让我来 还要不要脸了 就连万顺都忍受不了了 给钱也不能这样玩了 狼人就不是人了 听闻寒珠一脸不情愿 要是真不舒服就不强迫了 他真的真的就是超喜欢胸口的毛毛而已 听听这叫什么虎狼之词 万顺都忍不住脸红了 而且好像做错事的是他一样 没有办法 万顺只能豁出去吧 让寒珠随便摸吧 寒珠怕他是在勉强自己 但他真的不是勉强 今天真的是谢谢寒珠了 要不是寒珠帮他躲开父母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开心了 寒珠还是第一次见万顺说那么矫情的话 听在耳里先是一愣 随即又恢复了本来面貌 手又不老实起来 还有中午他想吃烤肉 不知道万顺能做吗 只要是寒珠想要的 万顺都会尽力满足 因为他欠寒珠的实在是太多了 多到可能要用这一辈子来偿还吧 家太太居然到会所里找儿子 却被人误会万顺口味清奇 不知情的寒珠久久见不到万顺 竟然有点小吃醋 自打那天万顺变成狼人之后 寒珠竟在不知不觉中 对万顺多了一丝情愫 在他多年风平浪静的 星湖荡起一圈圈小小的涟漪 可过后二人又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万顺还是一如既往地 当着他的男公关 寒珠也回到了霸总人设 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有个颇太太来到了万顺的公馆 来人正是万顺的母亲 进门他就询问万顺先生有没有时间 原本万顺是提前被寒珠预约了 可他看到母亲的那一瞬便走了上来 张母十几年没见过小儿子了 这一刻万顺就这么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不由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万顺只是冷冷地询问怎么找来的 张母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认真找的话总能找到 那能不能说这么多年他没有认真找过呢 而张母更关心的是 儿子现在怎么会在这里 在他印象中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 万顺发现有人在偷听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他拉起母亲的手 带着母亲去包厢 让旁边的阿祥把账记在他的头上 阿祥祝他玩得开心 心里却是满满的鄙视 那女人那年纪都能当他妈了 万顺还真是不挑食啊 这边万顺刚进了包厢 那边韩竹就来了 他跟万顺早就约好了 可他却被告知万顺有客人了 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 阿祥正条瞅见了 这年轻的富婆可是万顺的大主部 要是他能把这富婆给抢过来的话 要怪就怪万顺放着大客户不管 跟老女人钻包房了 阿祥主动是好不如让他陪陪韩小姐 可韩竹对他显然是毫无兴趣 于是自顾自找了个位子 坐下拿出了笔记本 他正好还有点工作要处理 阿祥不死心 以店里不允许冷落客人为由 像狗皮膏药一样贴了上来 特别是韩小姐这种优雅漂亮 可比万哥刚才带进包房的婆婆 好上许多倍 韩竹听到了关店信息 什么婆婆 阿祥见韩小姐来了兴趣 于是便将将母亲们后跟万顺的交谈举止 会声会色的描述了一番 特别是还直接拉手了 就差直接说万顺对其他客人比对韩竹还好 可韩竹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仿佛都不为所动 只是让阿祥去开瓶香槟来吧 阿祥一听乐坏了 一切都在计划当中 还劝解韩小姐不用太伤心了 他马上就去下单 其实韩竹只是单纯的觉得很烦好了 他拿起手机看了看消息 万顺发来消息有事 让韩竹等稿 这让韩竹有些好奇了 万顺在包房里面干嘛呢 这时凡人精带着香槟来了 韩竹尽可能的礼貌 让阿祥放下酒 然后立马离开这里 别来打扰我 说到最后都是一字一顿 阿祥当场就尬在了原地 唯唯诺诺地说了声好 心里却暗骂这死女人 阿祥那脸简直丢尽了 还好周围没什么人注意到 就这样韩竹一边忙着手里的事 一个人喝着香槟等待 可他足足等了快有半个小时了 万顺那边都还没有忙完 于是他发了一条消息给万顺 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 万顺愣是没有回他消息 韩竹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耐心了 万顺一直不回消息 他想要不然留条言先回家 他都有些困了 可是万顺说了让他等他 忽然韩竹觉得不对劲了 自己平常是这么听话的人吗 果然早该觉得浪费时间 就该改听约见了 还是说他已经在无形中 对万顺有了好感 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韩竹望向包间的方向 他真的有些好奇 到底是谁能让万顺耽搅搅这么久 好奇心驱使着他来到包间门口 轻轻打开了包间的门 下一秒他惊呆了 只见万顺正在安慰一个女人 而那个女人竟是泪流不止 可韩竹定睛一看 那个女人不正是万顺的母亲吗 张阿姨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韩竹想不通 只是现在要不要去打声招呼呢 但在这种地方打招呼好像不太妙吧 于是韩竹又退回了自己的座位上 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而这时从包间里面出来的万顺 看见了韩竹 他远远地喊了一声韩竹 今晚他让韩竹等太久了 是不是该好好补偿一下呢 霸道女总宠道哭的合约男友 竟然在女总裁身边 突然变出一个小版男友 韩竹还以为这是万顺的儿子 可万顺一直都只喜欢韩竹 怎么可能有儿子呢 就在刚当万顺的母亲 在会所找到儿子解释过往 韩竹觉得这种地方 不适合跟张阿姨打招 于是悄悄找了个地方猫了起来 等万顺跟母亲聊完之后出门 就看见了韩竹 韩竹当然也看见了万顺 可不知为何万顺整个人 看起来杀气疼死 可韩竹发现众人都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万顺作为一个男公官 居然当众暴女顾客 韩竹扶起万顺的头 让他冷静点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万顺居然很顺从地像只小猫 两人来到了店外的一个饮料机袍 韩竹买了自己喜欢的 和万顺喜欢的饮料 此时万顺还在发呆没回过神来 当他发现韩竹买了 他喜欢喝的牛奶时 他有些惊讶 在他印象里 平常人只会认为 男公官喜欢喝酒吧 这对于韩竹来说再明显不过 万顺不是偶尔会买的 可韩竹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居然能够轻松地记住万顺的喜好 明明他曾经从来没有记住过相亲对象的事 难道自己真的对这个合约男友有好感吗 他岔看话题 今天见万顺很不对劲 居然在公众场合抱女顾客 难道就不怕受到影响吗 万顺此时竟然双目含泪 韩竹非但没有责怪他 反而是在关心他 这让韩竹更觉得异常 万顺解释只是有些感动 因为他知道不论是否被父母抛弃 韩小姐都会站在他的身边 所以他今天才能平心静气地跟母亲聊天 然后才发现了一些误会 其实当年母亲和父亲并没有抛弃他 韩竹松了口气 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在好不过了 从他第一次接触张阿姨起 他就觉得张阿姨不太像会为钱卖儿子的人 可万顺还是有些忧心 韩竹难道都不好奇他家里的事吗 明明之前他一直都想逃离 但韩竹却是绝对的新人万顺 万顺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 若是万顺不想回去 就算用墙 想必万顺也不会回去的 所以只要是万顺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 无论是什么决定 韩竹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万顺 无论万顺遇到什么样的威胁 他都会和万顺共同面对 即便是万顺不想待在张家 也可以随时回来 万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虽说他一直都喜欢韩竹 可韩竹给他的这番话 足以让他沉沦 这样下去 韩竹会把他宠坏了 让他再也不想离开韩竹身边办 韩竹却很淡定 宠坏就宠坏了 至少在万顺发觉他的无趣之前 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可对万顺来说 若韩竹无趣的话 那这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有趣的人了 这让万顺有些话不吐不快 虽然他还没有资格对韩竹说这些 但这些话留在他心里很久很久了 韩竹好奇他要说什么 可万顺的思想在挣扎 他是背叛过韩竹的懦夫 他有什么资格如此大言不惭地向韩竹表达 此时万顺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韩竹知道万顺这是又要变化 而万顺还在思绪挣扎中 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变化 他一门心思想着要是韩竹知道了过往的一切 那韩竹不原谅他吗 韩竹见万顺情况不对 将他轻拥入怀让他放松一些 可周围却泛起了一阵浓误 把韩竹呛得连连渴走 这变化怎么还冒烟呢 韩竹之前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跑一会儿烟雾散尽 可万顺还是原本的模样 这一次竟然没有变化 可韩竹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好像有人抱着自己 他回头一看 一个长得跟小万顺一样的孩子正抱着他 可下一秒那个孩子转身就要逃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温柔深情的章鱼男友 却在童年的时候背叛了他的青梅竹马 他是月圆之夜的恐怖狼人 在他眼里却爱不释手 他还是毛茸茸的北极熊 在他怀里 他却睡得异常的香甜 而这一次万顺直接变成了两个 明明是同一个人 两人却拥有自己独立的意志 原本在会所的时候 韩竹猛然发现有人抱着自己 回头一看 这人长得异常的脸熟 可一时没反应过来是谁 现场沉默了五秒钟 韩竹看了看万顺 又看了看小孩 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万顺的小孩吗 可仔细一想 万顺连自己都自身难保 又哪里来的小孩 所以这个小孩只能是万顺的变异能力变化出来 没等韩竹细问 小万顺站起身来就逃走了 韩竹担心小万顺太小出事 一把拉起万顺便往外追 此时的万顺还在猛逼当中 这次的异变是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而且还用的是他小时候的模样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关键是两人的思维也没办法 两人一直追到了红绿灯路口 韩竹这才拉住了小万顺 也是不会伤害他 可小万顺的一句话瞬间让韩竹猛圈了 你不会再喜欢我了 永远也不会喜欢我了 韩竹听的是一头雾水 这孩子明明是万顺的尊身 可他想表达什么呢 怎么会提到喜欢吗 万顺反而听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 若是让小万顺说错了真相 也许韩竹真的一辈子都不会喜欢他了 忽然小万顺拼命地摇头 嘴里不停地说着抱歉 他当时太害怕了 万顺见他就快要说出真相了 立马走到小万顺身后 一掌就把他打晕了 韩竹立马扶住倒下的小万顺 奇怪地质问万顺在做什么 怎么突然打人了 万顺面色平静解释 我控制不住他 只能先这么办了 先回去再说吧 可韩竹的第六感告诉他 万顺不太对劲 应该是有什么事瞒着他 原来小时候韩竹为了帮助万顺逃走 放火引燃了研究院 以制造混乱方便万顺逃离 万顺逃离之前 曾许诺韩竹一定会回去找他 韩竹则留下来拖延时间 可万顺逃走之后 他开始担心起来韩竹 他把危险全抛给了韩竹 他觉得心里十分愧疚 要知道那个年代 带走珍贵的实验体绝对不是小事 韩竹绝对会因此受到惩罚 放心不下韩竹的万顺绝对回去找韩竹 带着韩竹一起走 即便他觉得自己十分弱想 但他坚信着 也一定会有能保护韩竹的时刻 可当他找到韩竹的时候 现实的苍白无力将万顺打入深渊 韩竹已经被他的爸爸给抓住了 他也怕自己被抓住 于是他头也不回的就跑走了 从此再也没有去找过韩竹 他违背了许下的承论 可能是小万顺梦见了当年的事 他被惊醒了 他大口大口地喘得粗气 旁边韩竹一直守着他 见他醒了 开口询问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或者哪里疼 小万顺看清韩竹之后 摇了摇头 没有 而后他呆滞地坐在原地 韩竹询问 你是万顺吗 怎么呆呆的 小万顺只是还没从刚才的噩梦当中回过神 立马反驳我才不呆呢 可接着他又像泄了气的啤酒 小竹明明已经讨厌我了 忘记我了 为什么又突然对我这么好 韩竹听着这话是莫名其妙 但他还是很耐心地开导小万顺 让小万顺静下心来 让他把想说的是一点一点地告诉韩竹 果然韩竹的开导很有效 小万顺慢慢静了下来 思虑再三 眼里充满着泪水和悔恨 他还是决定把当年的事告诉韩竹 可突然正在做饭的万顺闯进来咋断了二人 万顺可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他是真的真的不想再离开韩竹 越南有自己跟自己的分身较劲 因为韩竹让小万顺今晚挨着他睡 万顺自己被自己绿了 这种事当然不行 于是万顺也要挨着韩竹一起睡 就连吃饭的时候也不消停 这俩人是杠上了呀 诡异的气氛让韩竹异常的难受 他隐隐能感觉出来 万顺这是在监视小万顺一般 不过对于韩竹来说 有一大一小陪着自己的感觉也挺好的 可随即他又很自责 怎么能这么胡思乱想呢 最近总是这样发散思维很不好呀 但如果真的有一天 万顺有了自己的女朋友 没有办法再跟韩竹继续一起扮演男友 合约也会终止这 虽然万顺是假扮男友 可他还没意识到自己早就认可了万顺 一想到万顺会离开他 那时候他又该怎么办呢 想到这韩竹的心跳就慢了半拍 他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 此时一旁的小万顺给他加菜 没想到的是万顺也有一样的想法 两人几乎是同时往韩竹碗里加菜 一时间气氛变得又诡异起来 这两人是在为了他争风吃醋吗 万顺与韩竹相处了一段时间 知道韩竹喜欢吃什么 而小万顺觉得肉好 小竹值得最好的 这微妙的修罗场 让韩竹只能当合适了 都要都要 温素搭配营养菜均衡 他还让万顺让着一点小万顺呗 毕竟这种形态也挺少见的 搞不好明天小万顺就不见了 这话一出 小万顺莫名被打击到了 万顺觉得这话在里 反正有韩竹在的时候 一般一遍都会提前结束 顿时心情好上了不少 可小万顺却一脸的寒情默默 他真的不能留下来了 也许韩竹从小就跟万顺相识 虽然现在没了记忆 但他对万顺的那种亲切感没有消失 瞬间心脏扑通直跳 看着小万顺那楚楚可怜的梦 他将小万顺抱入怀里安慰 姐姐刚刚说错话 姐姐非常欢迎小万顺留下来了 他这才意识到小万顺即便是万顺的变化题 但也拥有万顺而是完整的思绪 刚才自己的话确实太伤人了 所以他决定今晚就让小万顺跟他一起睡 这话一出 万顺那边的气压瞬间下降了几百% 吃过晚饭后很快到了睡觉的时间 小万顺已经困得不行 他走进了韩竹的房间 韩竹也忙得差不多了 他让万顺先到床上去 他洗个脸马上就来 可突然万顺抱着铺盖卷开门进来 韩竹回头询问 万顺这是想做什么 万顺挠了挠头 脸部红心不跳地说了一句 今晚我也睡着 韩竹只觉得这也太不正常了吧 这里客房有好几间的 干嘛都挤在这儿 万顺语出惊人 看了一眼小万顺 那他也单独一间 小万顺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 万顺就是看他不顺眼吧 其实他也看万顺不顺眼了 韩竹只觉得这也太诡异了吧 自己讨厌自己 你俩隔着说相声 究其根本 韩竹大概能猜到是啥原因 估计是小万顺知道 万顺不想告诉他的事 所以隔这儿坚实小万顺了 果然小万顺怒了 我当年是逃走了 可你呢 这么多年又做了些什么 对小竹道歉了吗 小万顺这些话憋了很久 万顺一时间没料到 小万顺会这么说 但他怕小万顺继续说下去 会让韩竹知道真相 于是他紧紧地盯着小万顺 小万顺也不甘示弱 回忆反抗的眼神 一旁的韩竹猛逼了 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只知道万顺见了张阿姨之后 就一直不对劲 张阿姨是万顺的妈妈 所以万顺的想法是没错的 他果然还是不能让小万顺 跟韩竹单独相处 他扯着小万顺的衣服 就往外拉 让小万顺自己到外面 单独睡一间 可下一秒两人同时被拉住 自己跟自己吵架 韩竹没有立场管 所以就只能三个人睡一起了 这下总没有问题了吧 没一会儿三人 就睡到了一张床上 所幸的是这张床足够大 三个人睡也没那么紧 韩竹这下总算能安心地睡了 而万顺则是一直盯着小万顺 小万顺也没放弃 只要有机会 他一定会把真相告诉韩竹 约男友竟然趁着韩竹睡着了 偷偷吻他 他的胆子真的是越来越大 当和约男友分身成了两个 为了不厚此薄笔 那就只能睡在一张床上了 只是两个男友 都各自有自己的心思 可惜的是小万顺还是困得小睡过去 这就给大万顺创造了绝对的机会 他慢慢贴近韩竹 祈祷明天能早点到来 那样他的分身小万顺就能早点消失了 他也就不用担心小万顺说出他背叛韩竹的事 可是到了1.30他都还无法入睡 即便是韩竹不知道背叛的事 自己想跟韩竹在一起 那他又有什么资格呢 他又想起了那太天在会所母亲跟他说过的话 他的父亲虽然当时确实懂了将万顺卖给别人的心思 可后来他的母亲发现了 就跟他父亲吵了一架 而那时他的父亲其实也后悔了 即便是公司破产也要将万顺接回去 可当他们赶到研究所的时候 发现万顺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们之后就一直寻找万顺 他们不希望得到万顺的原谅 只想用剩下的时光去弥补 万顺当时听到这里就沉默了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 他果然还是暂时无法接受父母的道歉 可万顺还是想知道研究所的消息 毕竟那里是他童年的噩梦 也是跟韩竹相遇的地方 他的母亲告诉他研究所已经荒废了 他的父亲签了不该签的河谈 所以两人只能自己寻找万顺 而且他们早就不介意万顺的体质 只要万顺健健康康的就好 他的母亲看得出万顺这些年过得不容易 说着母亲伸手想去拉万顺 却被万顺一把撇开了他的手 母亲连连说着抱歉 他也是想万顺过的好戏 如果当时万顺没有离开家的话 现在应该跟韩小姐差不多吧 有着自己的公司 想到这里万顺莫名的悸动 若是他也有自己的公司的话 是不是就能跟韩竹在一起了 所以他现在还没有跟韩竹道歉的资格 也没有平等的位置跟韩竹诉说他的爱意 想到这里万顺有些情难自已 竟是一口亲吻在了韩竹的脖子上 可他似乎还不满足 翻身又压在了韩竹的身上 而且他也不想跟没有以前记忆的韩竹道歉 那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他轻轻吻在了韩竹的唇上 他发誓让韩竹等等 等他快走几步 就能追上韩竹 就能与韩竹平等的道歉 平等在说爱意 平等的在一起 尽管那可能是他这一生的失望 但他不愿放弃这唯一的机会 也是他弥补韩竹唯一的机会 男人偷温女人差点被发现 好在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偷吻的刺激 还打着他的心脏 还求求为女人盖好被子 这才转身沉沉地睡了过去 可没想到的是女人根本没有睡着 刚才韩竹亲吻他的画面 一一在脑中浮现 他实在不明白 韩竹为什么要亲他呢 还是在以为他睡着的情况下 难道说他的这个合约男友 已经不知不觉喜欢上了他 却让韩竹受宠若惊 怀出着忐忑的心情 韩竹再次入睡到了第二天 跟往常有所不同的事 这次韩竹的一变 既然还没有消失 就让万圣十分不满 担心这个小万圣 又会称自己不在的时候 把他曾经背叛韩竹的事 告诉韩竹 而对韩竹来说 今天是休息日 他不想一整天都待在家里 决定吃个早饭出去玩 小万圣瞬间拿了兴趣 毕竟他还只是小孩子心心 而韩竹想借着出去玩的机会 确认一下万圣 到底是否真的喜欢他 毕竟 他自己好像也挺喜欢万圣的 很快几人就来到了亲子游乐园 韩竹对此十分心情 以前那都是小时候出游来过 现在想想真的是好观念啊 可一旁的小万圣 就显得有些不对劲 因为小万圣不喜欢游乐园 但其实是小万圣 甚至在游乐园场外被带走的 所以现在有些心有余记罢了 韩竹明白了 这样说来 这也算是万圣的心结罢 就当他记忆换了地方的时候 万圣已经去购票了 这种事迟早都是要面对的 说不定还能趁这次机会 消除心魔呢 那也算是为曾经的自己 画上一个句号了 毕竟曾经那个懵懂软弱啊 只会逃避的万圣已经不在 他也有了与韩竹并肩的资格 有了追求韩竹的资格 小万圣似乎也被这里 欢乐的气氛所感染 想要跟韩竹一起坐摩天轮 这引起了韩竹的好奇 为什么是摩天轮呢 小万圣解释 因为听说只要在摩天轮 到达顶端时亲情 两个人就能永远不分开 却会让万圣分外吃醋 还让万圣不要当真 小万圣什么都不懂 韩竹当然不会介意 只当小万圣是童爷无忌吧 可如果万圣也是这么想的呢 这家伙就是借着小万圣的 口打直球是吧 这会让他误会的 所以说万圣也是喜欢他的吧 毕竟万圣和小万圣的种种表现 不疑都一次次的证明嘛 韩竹越发的相信自己的感觉了 只是他是真的喜欢万圣 他还有些不太确定 只是每次跟万圣在一起的时候 都会感到很开心 那是一种由内而内而外的开心 虽然他还不太懂爱意练心 也没有任何相关的经验 但他与万圣在一起的感觉 跟曾经相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让他感到轻松安心感 就仿佛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般 仿佛记忆中就认识小万圣一样 他明明不可能见过才对 韩竹实在想不明白 一定要找机会问问小万圣清楚 除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